詞曲 李宗盛 詞 曲 李宗盛 念喔 念三稱 農某本師釋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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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上甚深為妙佛 百千萬劫能遭遇 我今見聞得授持 願解如來 真實意 佛說 觀無量授佛經 各位居士 歐彌陀佛 歐彌陀佛 好 請放長 請大家放開講表 就是課本 第五頁 對不對 第二頁 第二頁 對不起 第二頁 人觀的智慧 觀智 上次我們講過 佛說觀 在解釋經體這邊 跟這個世民裡面 佛說觀無量授佛經 佛說 講過 再講觀 能觀的智慧 能觀的智 這個能觀的智是因為 是不斷地循循佛法 你藉由修許喪法 能夠把這個第六式 轉成廟觀察師的意思 我怎麼講呢 佛說對照一下呢 就是說 我舉個例子好了 這個也是根據那個昌公師傅 昌公 就是 蔡英老婆上 他怎麼教導我們 轉世層次 怎麼一個方法 一般來講 在年齡室 做早課的時候 佛理佛七一 他第一支箱都這樣 他佛七一 每一支第一支箱都這樣 他觀想這樣 觀想 你要觀想一個 你一尊你最契機的佛 比如說歐彌陀佛 我們來 可能坐一項或立項 你竟然坐在半空中是這樣 然後你要觀想 用香花燈竹 香 形成一個心爐 就像爐香棧 那個香爐 哇 用香爐 然後你看 觀想這個也有心爐 就像眼前的心爐 香爐 然後慢慢香 鳥鳥 在半空中覺得香雲 香雲上有什麼 有青黃刺白的臉花 青色 青光 黃色 黃光 赤色 黃白色 你要怎樣觀想這花 你要先看一個臉花 看一下 然後做觀想 一定要有什麼 本質 就這樣開觀想 然後再觀想 相關完了 臉花也是 然後再觀想 櫻花 梅花 藍花 你一定要假花 要假的花才容易觀想 你要觀想這些 櫻花 梅花 藍花 牡丹燒藥 乃至百合 百合黃 百合縫 要先假花 先做一個 先擺假花擺在那邊 這樣不要容易觀想很多花 很多這種花是這樣 因為觀想這些 香花 很多花 紅色的梅花 一團團的 紅色的梅花 粉紅色的 在四個角落 它是以圍繞的什麼 聯合為中心 是這樣 像還有香花燈 左右各有三排的蠟燭好了 在花和燈上面有什麼 宮燈 鑽餘的宮燈 香花燈主這樣觀想 那你說唱功師 叫我們這一關 中目的 轉第六四為妙觀的字 為什麼呢 我們這第六四 無量者來就這樣 虛幻的分泌 想東想西 無量 就是什麼人家說什麼 心嚴益馬的心 就這樣 想東想西 你藉由這個觀想 你就不斷地勳許佛法 因為你觀想這個香花燈主是免費的 就無量的功德 就是這樣 上次我不是講那個創葡島的故事對不對 它就像我心 看到我一個月就要供養 來供養三寶 這個香花燈主就是一頁供養 知道嗎 一頁就是第六四 目的啊 你不斷地勳許什麼 第八四 你第六四為什麼越來越有智慧 因為第六四也從第八四出來的 因為你這個勳許的時候 這時候你第六四 越來越名利的 越有智慧的 是這樣 所以你觀想這個香花燈主 來供養阿彌陀佛 這是觀想阿 對不對 是光不堂尖 說到你 我們看一下 再看上次的戶表 第幾頁 那個 我上次沒有講的 第二 上次戶表第三頁 上次第三頁 倒數第一行 上次的戶表第三頁 我們看 不是二嗎 一二 一二三 倒數第一行 既有不斷的 有沒有看這一行 有沒有看到 我們再唸一下好了 既有不斷的依經文咒觀想 可以增長馳迷念佛的專注力 與相敘力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都 因為是這樣 我們在 我說我們唱公司 就是說你在 他早課以前 都觀想這樣 大概你要觀想他兩三分鐘 一般這樣 還在拜佛以前也是這樣觀想 就讓你這個第六四 你在拜佛的時候 那念佛的時候 不要用色心專注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你在用這個香花是一種散法 用香花是一種 用那個前者的心 來供養什麼 阿彌陀佛 這同時熏起第八 你起一個念頭就熏起第八四了 這時候你那個心 你有 依是你供養的心 這時候呢 這時候那個第六四怎樣 就不容易想東想西的 雖然他被打妄想 但是呢 你是用供養的心來供養 阿彌陀佛是這樣 功德也是很大 這時候你這個是用散法 這時候呢 是用如理的作意 這個作意的心手會怎樣 會觸動 會觸動 種種善法的升起 怎麼樣 譬如說信心 常規心 靜靜心 那種好的善法就慢慢升起來是這樣 所以觀想很重要是這樣 所以你看 每次你在打佛 你如果參加過唱功師佛佛期就這樣 他第一次這樣在觀想 就是怎樣你觀想的 要觀想 那這些會怎麼 注意我們那個 內心的專注力 因為這時候你興起第八四的時候 第八四會變現果報 所以顯現的境界是 親近那種比較 和善法而相應的境界 是這樣 所以內心呢 因為你第六四就不容易 升起攀岩閒 不敢攀岩任何境界 是這樣 香花燈煮 就簡單還繼續這樣 觀想 你要觀想大地環境為地 大地就像歐彌陀佛一首這樣 大地就像環境一樣 觀想就像你看 比如看佛像就金色的 把那個金色的心 觀想地面都是環色的 從天空降下來 你觀想什麼 隱潔的是藍花 從很高貴的花就好了 這些觀想 他觀想自身是什麼 親近的比丘像 觀想是 就像地上菩薩一樣 就像什麼 紅衣大師一樣 親近的比丘 你是像我是親近的比丘的時候 你想想看 是一種 就是你知道 智真仗 不是智真仗 就是你 就是有一種 不是說高傲慢的心 是一種 你是一個親近的比丘的話 就像地上菩薩一樣 就像什麼 紅衣大師一樣 那是怎麼樣 這種真仗炎 怎麼講 你想想 我是一個親近的比丘 我現在像地上菩薩一樣 我怎麼可以什麼 升起什麼 那種 燒透盡有人的心 就這樣 這時候我們師父都這樣想 都這麼觀想 你是親近的比丘一樣 每個人都是 而且身披袈裟 眼底就是你也是眼底荒袍 眼底就是你也是像地藏菩薩一樣 披著袈裟一樣 就這樣 這個目的 這個觀想這樣 轉地六色的 沒有觀察師的意思 這是在不斷的熏許佛 不斷的熏許 所以這時候你的念佛 那個專注力 相信就增長了是這樣 乃至我對我們 乃至到我們看第四頁一下 第四頁這邊 看一下 第四頁 在第一項 第三了對不對 就這樣一起唸 到中間 這樣一起唸一下好了 觀想念佛 有助於馳迷念佛 熏許力之增長 這樣就好了 就為什麼 就是你在不斷的觀想這些 乃至你在念 我們師父也提到 如果你在念佛的時候 有時候觀想就自己做愛什麼 蓮花作喪 蓮花作喪 那個蓮花重視 親近的蓮花 也是有助於呢 增長我們的 念佛那個專注力 相信乃至呢 這個增長 就是你念佛 虛許力之增長是這樣 那種善法是這樣 這個跟大家跟大家再講 上次沒有講過 稍微報一下 因為一般來講都要觀想 因為我們拜佛 找課都要這樣 找課第一 你反正天天都這樣的 不是都沒有缺席的 每天找課一定這樣觀想的 一定是這樣的 網課也是要這樣啊 都是這樣 你找課網課 所以我們師父你看他第一支箱 你觀想 例如說香花登主 觀想歐秘書 他觀想 旁邊有寵王寶蓋 我是這麼類似講而已啊 我師父講的很多啊 還要觀想很多很多 那講這些或者都是注意呢 我們增長我們慈寧念佛的專注力相信 而那個信心力更增長了 善法是這樣 所以目的轉世成次 為什麼 因為我們知道 我們念佛是用第六四去念的 因為第六四跟什麼 第六四跟什麼 第七四 為什麼啊 你看一下 我們看上次戶表 第五月 上次戶表第五月 第五月的那個第一集啊 第四行有沒有看 成為順 觀勳環亞 這是我義大師的註解 我們這四行再一起念一下好了 由第七四萬奇 我吃我見我慢我愛 歲時五度諸行 不能妄向玄成有肉 故名雜欄若欲出淪為必先情觀 無我難此第七四之聚生我職 細故難斷必先用 第六四以相應之正費心熟 亦大聖教理如實觀察 必無我正結總志 眷勋見住 至成熟未翻得無落實至現前 這裡面是這樣 因為第七四他的 就是第六四 他的根什麼就是第七四 第七四呢 因為我們說眼耳鼻舌生意 意根就是第七四 因為你這個意根 跟那個法神接觸的時候 就產生第六四了 所以第六四你無時以來 為什麼流轉生死 就因為你一念不覺 你沒有關照力 沒有我們沒有關照力 就隨隨隨隨隨 第七四的四個煩惱 就是我知 我見 我慢 什麼我知 不知無我 他不知道業力所管的境界 他不知道微心所限的境界 所以怎樣 其佛造業的 這我見 這我見是常常自以為是 常常以我為止是這樣 我慢常常以我為要 自己覺得自己了不起 對不對 就這樣 你看慢 就是怎麼講 我慢這麼急 就說 散散漫漫的 就是有人說 就懈怠 就難 他們就說 我拜一拜 比如說有人講說 我拜一拜 就等你們拜一百拜了 就這樣 有這個意思 我慢就這樣 公告我慢 我愛類似我 正報的身心 還依報的境界 我所的境界 甚至愛著行 就是這樣 我簡單講 那因為有這個煩惱 就地陸是有這樣 所以常常亂攀岩 想東想西這樣 所以今天我們就這樣 藉由這個觀想 就轉 轉你 你就是不會生起 不會生起什麼 我吃 我見 我慢 我愛的飯 是這樣 是這個意思 就是 剛才說 地陸 因為偶依大師 都會吃什麼 吃什麼 通途的滑門 聖道門 就是通途滑門 它是一種 修持 界定會的功德來修持的 那現在我們這個觀想念佛 我們現在應用它 應用這個 為式的方法 來修持 念佛法門是這樣 那觀想就是一種 它也是一種類似 用應用為式的方法 來修持的 那這裡面 我說用第六 你看倒數第一 我們看剛才那裡的 倒數第一 必先用什麼 黑色字 必先用什麼 第六式 以相應的正廢性 這個正廢 這個正就是這種 以文字不落 奇觀照不落的意思 正有邪啊 這是什麼廢性所 以所觀禁 簡則為性 亂以為業 簡卑就簡卑 簡卻 簡卻 簡卻就簡卑 抉擇 這就是你這個 第六式 你要 你要 你的判斷 能夠 因為你以文字不落 起觀照不落的時候 所以你 就是類似 就是類似觀想一樣 這個飛行手 能夠用這個 雖然你 你觀想這些 是依什麼 依文字不落 你觀照 確實能夠如實的觀照吧 依這個文字不落 你確實 我用這個香花當主 不是為了 就是你還要觀照 我今天為這個東西啊 不是為了什麼 為了敏 為了利 目的是 轉世成次 是這樣 是這個意思 那這裡面呢 就是說呢 我講這個 會怎麼樣 因為用這個觀想這些啊 都不能訓取第八式 這時候讓你這個 那個什麼 這個善法升起的時候 這個第七式的那個 我吃 我見 我愛 我慢 我愛的煩惱 總之呢 就不會現行的是這樣 所以常常說 訓取佛我就是這樣 你會什麼樣 當時說人觀之志 你會透過這個不亂訓習啊 讓這個第七式的這種 這個式根本煩惱呢 總之不會現行的是這樣 目的要這樣 因為第六式的根就是第七式 所以你就是 就很難很難 還是以我為主 我是這樣 是這樣的意思在這裡 那上次我們講到 這根據那個地形大師 怎麼轉世成治 就是這個 剛才那個 那無我的總之 就是但是我們 今天我們修的是什麼 進入法門 不是聖道門 我們不修 聖道門是通途法門啊 它是靠自立 就是像這段出來是自立法門 它不是他立法門 是自立法門 但是我們要應用它 來修學佛法 怎樣呢 就像我們上次 現在看到第六頁這邊 第六頁這邊 第六頁這邊 第六頁 上次我們踏到這邊 第六頁 這是地形大師的開示 就是說我們要應用這個 這個為 這個訓 就是列由這個 第六三第八四的功能 來訓許佛法 來慈敏念佛 但是呢 我們要怎麼講呢 我說觀想念佛 耶穌借著 先觀想 一邊觀想 做真上眼 當然說我以慈敏念佛為憎恨 是這樣 那這裡上次我們講 為什麼要講這些呢 因為我先講一段好了 我們看今天戶表好了 今天戶表 今天戶表 第幾頁 第五頁 第五頁好了 我先講了 先講一下 這個本來要以後來講 以後來講我先講了 今天戶表第五頁 關落日 這樣好比我們有車啊 不但是前面有人拉 這是震恨 後面還有人推 這是祝恨 大陸再怎麼區區 我們也能夜過去 我們慈敏是震恨 關落日是祝恨 就這麼一心觀一心念 還有其實有很多啦 但是我只是要先累出來 為什麼要一般來講 唱功師會提倡說 一邊觀想 一邊念佛 就是你觀落日 雖然落日觀也 你現在怎麼觀想 你要一個圖片 就像你觀想 我說你要觀想那些假 要有一個假花的形狀出來 對不對 才能觀想啊 你想想觀想那個 櫻花 梅花 藍花 你都沒有那個圖片 很難觀出來耶 你沒有那個假花的線前 你要觀這個那麼多花 很難觀的跟你講 玫瑰花 有粉紅色的 紅色的 白色的 黃色的 你沒有那種花現成的 除非你很難觀出來 是這樣 所以這個落日有時候 你要擺一個圖片 先擺一個落日的圖片在那邊 就比較好容易觀出來 是這樣 那為什麼要這樣 你用這個落日觀看 設置我們第六四 這個攀岩一馬的心 是這樣 那注意啊 我們是念佛為主啊 這落日是怎樣呢 是住 剛才講 他是在後面推一樣 就像唱公司一樣 在後面推 推你一把 那你更什麼 更前進 能夠衝破 種種 雖然路有可能不平 區區讓我沒辦法過去 但是就落日觀 這落日觀怎樣 那種心呢 更能夠沉浸下來 因爲你 因爲你修這個落日觀是什麼 是依靜佛經 佛所說的法來講的 不是隨便說的 佛說落日觀不是隨便說的 十六關就是 第一關就是落日觀 因爲關落日呢 代表內心不要沉 不要心不要沉下來的 因爲譬如說啊 因爲以後我們讀到 以爲我會引用倡貨書的開始 他有講過 因爲你一般來講 早上呢 那個太陽出來的時候 表示我們內心那種 就說你那個表現讓你心不要散亂 因爲就是為了上班啊 為了做事啊 就是那個人 那落日呢代表一種 內心到了終點 就是那種沉疾的樣子 內心很沉很沉的 是讓你不要沉下來 是這樣 所以觀落日 有助於什麼 我們念佛力 念佛的專注力 以及持續力 確實也 所以一般觀落日 是有這樣的作用 有時候唱過的時候講 你要持大悲咒 有時候觀那個 就是那個 我們有時候觀那個什麼呢 就是有時候講那個 那什麼 不是落日觀 就是類似那個 那個夜亮 不是夜亮 就是說那個 這個名字忘記了 就是說類似落日一樣 那個 心夜輪 心夜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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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白白的 黃黃的一樣 心夜輪一樣 也是等於落日一樣 一般你持咒的時候 持大悲咒 或持什麼 也可以觀 然後一邊念佛 一邊念持咒 一邊念觀那個 心夜輪一樣 就是同樣的道理 觀落日和觀心夜輪 都一樣的 那種目的呢 因為你在想想看 我觀落日的時候 就虛擬第八四了 這時候呢 它會顯現什麼 親近的境界出來的 是這樣 你讓你這個時候 你地落日就不容易怎麼 叛念外界的 不容易叛念六神境界 是藉由這個落日 它一種祝恨是這樣 當然 那時候我們當然是念佛為主 歐彌陀為主 歐彌陀 但是一邊念 一邊觀是這樣 我是提示大家一下 因為上次也是要講這些 是因為 跟大家再報告一下 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是這個意思 請大家回到上次的護表第六頁 上次的護表第六頁 上次我們談到這邊 因為目的呢 我們要記得什麼 修得開啟信德 今天我們修持持平靈也不會好 觀想念也不會好 都是修得 目的這樣 開啟信德是這樣 目的這樣 增長我們的信心 那種智慧的信心 就是我說 我說轉第六頁 廟光就是一種智慧的信心 不是一種盲目的信心 是這樣 因為訓取合法就是這樣 你基本上我們今天來研究教理 就這樣 基於營救法醫 目的這樣 轉世成智 讓我們 這個 讓個信解的融資 更深厚的是這樣 才會申請什麼 因理說佛 心求極樂讓心 是這樣 看上次我們談到這個 第六四百人生 心話我好為首次 上次我講三個故事對不對 目的要講那樣 一切的心的境界 一切都心的境界 換句話說 一切法 離開自戀心 無有少可得 一切法 都是離開一切法 都離開不了這念心的 一切都是新的境界 是這樣 這是像我上次我講三個故事 目的在這裡 常常這個 你要體會 這個不是說 我相信 或我不相信 就一切都不是一樣 這新的境界 不是說我相不相信 才有的 本來就有的 法爾自然就 法爾本來就有這種境界的 是這樣 不是說你相信不相信 人的問題是這樣 所以心話我說一切都心的境界 離開自戀心 是無有少可得的 是這樣 第二個是 第二個意思 繼續為所依 親近意識就是我們自信迷陀 我們依止呢自信迷陀 人人本句 這個親近意識 人人本句 各個部的自信迷陀 為什麼要依止它 它是用 我們要以不生命心 為本修音是這樣 那你為什麼要這樣呢 請大家順便看到今天的護表 今天的護表第幾頁 今天的護表第幾頁 今天的護表第1頁 護表第1頁 第3就是第3行 大生子官數據有沒有看到 大生子官數據 這兩行一起練一下好了 問何故依止一心也 答依止信是一切法根本故 譬如事業發果無根不生 菩提道述心為之本故須依止 就是為什麼依止一心 一心就是清淨一心 就是我們人人本具 各個部的自信彌陀 就是為什麼一切法根本 為什麼是一切法根本 一切法根本就是實法界 一真二報的根本故是這樣 一切都是從這個根本 從這個自信彌陀所流出來的 譬如說什麼 自業發果無根不生 它這裡是約好的一面聖 什麼叫自業發果 就是說我們上次講過 觀念菩薩大悲 文殊菩薩大志 普賢菩薩大恨從哪裡流出來的 從自信彌陀 信德流出來的 那你怎麼流出來 要靠修德 你靠修德 比如說持面佛也修德 觀賢念佛也修德 你修持紀念三五也修德 這個不斷地修持 把本質既有的功德這樣大悲 剛開始是可能要大悲這個不簡單 但是你慢慢的要訓許佛法 不斷地奔施修 就讓剛開始這樣 有一種信心的常慰心 乃至無上普利心 慢慢的修 慢慢的功德 那你要慢慢得到一些大悲心的佛心 看我們就完全在我們修德功夫的生前 是這樣 所以他必如無根不生 所以一定要依止這個清清心 就是自平意頭為根是這樣 或無根不生是這樣 所以普利道是信為之本 這普利道是就是 你知道你成就無上普利的意思 普利道數 就是信為不須依止也 你成佛也是依止 你哪是成就無上普利啊 這個道數啊 依止什麼 你這個清清心啊 是這樣 成佛也是 你今天成佛 都是要依止這個普利心 就依止這個清清為根本 是這樣 因為你當你大悲大志 大恨就顯現出來的時候 你就成佛了 是這樣 這意在這裡 所以依止這個 一定要依止這個清清心 因為目的呢 就在 因為盡心什麼 就是信德 你藉由這個第六四來修此就是修德 就修德呢 太隱信德是這個意在這裡 所以是這個意在這裡 這個要了解 第三個呢 意識為人修 此觀 這個持面佛為所修 這裡面呢 觀想念佛為所修啊 持面佛觀想 這裡要做人家人修 觀想念佛為所修 這因為我們現在講的是 觀無量授經 觀想念佛為所修 所觀的境界 是這樣 它這個持地心是這樣啦 那目的呢 目的要講 其實要講第五個 第四個 那第六四呢 修止觀持念為人心 阿賴就是第八四 為所修 我們知道上次講過 阿賴爺他有上的功用 壽心持種變性國報 就壽心持種更生性 記得這樣 對不對 你看 說阿賴爺為所修 上次我要講到第八四的國報 有沒有講過 有一個故事有沒有講過 那修達長子的故事 有講過 對不對 他變性 他得到那個意見天的國報 就是不可思議 就這樣 那這個你第六四 然後阿賴爺為所修 然後第六個 我其實要講第五個啦 就第五個 你修止觀 還是難日 你第六四 修持念念為好 或觀血念為能轉 無成智為所轉 無成智就什麼叫無成智 不知走六成晶晶的智慧 類似以妙化智慧 還沒還不是 不知走六成晶晶智 這時候呢 慢慢轉世成智了 這時候呢 我們心能夠安住下來 那個信念之心很深切的 就是能夠切實的相信 你那個對三寶的恭敬心 對那種結成晶晶的心都生出來 結成晶晶的心就不可思議了 跟你講 然後這時候念佛就很有力量是這樣 是這個意思在這裡 所以這次 因為說 因為你有這個智慧的時候 你就不容易生起愛昭心了 不生起 不會判六成晶晶 這時候你念佛 能夠誓心專注 就個人這樣 個人這樣 就說你那個心就結成晶晶的心 就所謂人觀的智慧了 就很切實就這樣 今天我們念佛目的要轉 就轉這個 轉世成子的 轉這個第六四位神 妙觀的智 我是這樣 這時候你在拜佛念佛 就很有力量是這樣 那我們就把這邊講過了 那回到我們回到講表這邊看一下 講表人觀的智慧這邊 下面 看一下這個 講表第二頁 講表叫佛說光無量說今書 這是智德大師的書 智德大師的註解 他說觀有兩種 這項再念一下好了 觀者觀也有次力 三觀一心三觀 這個什麼次力三觀 就是修空觀 心修空觀 再修假觀 再修中觀 是這個意思 次力三觀有次力性 心修空 再假觀 接著再修中觀 是這樣 一心三觀是什麼意思 一心三觀是怎麼樣 一心 這一心是什麼 指六四的妄心 這三觀是什麼 就是我這一念心 心好旺心具有什麼 空 極空 極假 極中的心 極空 極假 極中的心 自備 怎麼講呢 我先講一下 這個空 一心三觀是上面講好了 他其實是講中觀 我們要了解 因為空中觀是不可思議的 就是同時修空觀 又同時修假觀 空假 通修 不可思議對不對 因為一個心 只修空觀 怎麼可以修假觀 就是空有同時的意思 不可思議 就是中觀的意思 這個其實以前我們念過了 因為在前面可能在講謎頭要解 講說 就是大聖奇心的一種 雖念諸佛 自信不生 就是空觀的意思 耳父極念什麼 陰眼和耳 善熱之夜 苦惱等暴 不吃不壞 就是假觀 然後雖念陰眼 善熱月暴 耳翼 這是假觀 然後耳翼 耳翼馬上要關照 耳翼極念 信不可得 他體信不可得 就是空觀 那以前有念過了 我是在提一下 就是說這個一心三觀的意思 就是你 就空有同時的意思 同時空觀 同時假觀 那同時空觀 也是中觀的意思 所以 他這個一心三觀就 雖然是極空極假觀 其實空有 同時具有空觀 同時也具有假觀的意思 是這樣 其實中觀的意思是這樣 請大家看到 上次復表第六頁 上次復表第六頁看一下 這裡面我們看一下 第六頁 我這裡面有兩位大師的話 就是禁修法師 上次復表第六頁 一心者 我們看一下 根據教官公眾科士 他怎麼解釋一心 三觀怎麼講 我們第六頁 倒數第二行 倒數第四行 一心者 一起唸一下 一心者 信請 祢既合一念 六四 至忘心也 一念 忘心體 祢 祢 空 中 但肯直下照去三观 亦亦严惩 过云亦心三观 他这里面的信仁 继而一念就是 就是我们信仁 就是唯一小的一念就是我们自己的六四所谓 六四望心也 就是这 炎了鼻舌生意 那主要是第六四 炎了鼻舌生 这个旺心它的作用比较不那么强 它只能够一种 如果它昏北力 它是怎样呢 比如说我们你念佛的时候 你念阿弥陀佛 对 它是把这个耳式 它把听来的佛号去送到第六四座 种种昏北 是这样 所以第六四在 你昏北就是阿弥陀佛 我们你念的怎么样 都是第六四在主导的 是这样 你口要念大一点 要大声小声 你完全说第六四在 你要听清楚 听不清楚 都是第六四在主导的 是这样 前五四它的作用比较薄弱 不像第六四那么强 上次我们讲过 动声发以独为罪 就是第六四的意思 第六四它生口夜 发动生口夜最强就是第六四 不是前五四它作用 它旺性讲 其实在讲 其实在讲主要是 信仁界也主要是第六四 但是我们要一起讲是这样 那这里用一念旺性 体具 体这个体就是本体 它的体性 它体性就是什么 就是它因为旺性 这个旺 第六四也是 是正如之性 它本质具什么 诸法 具有什么诸法呢 实际仁界的一报正报 就是你 体性 这个旺心 虽然旺心它本体 就体性 具实际仁界的一报正报 是这样 不可思议 也用极空 极甲 极重 为什么这样讲呢 比如说好了 我先讲念佛 念佛好吗 念佛来讲好了 我正念心好了 我念佛的时候 我人念的心 我念第一句佛话的时候 欧密佛佛 欧开始了 欧密佛佛 佛在佛媚了就对了 念第二句的时候 又生起欧密佛佛 欧又开始了 欧密佛佛佛又媚掉了 第三句也是欧又开始了 欧密佛佛媚掉了 所以 因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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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得 就类似空观的一样 但虽然是不可得 我念的是清清楚 我在念的时候 我能够很专注力 我说 欧密佛佛 欧密佛佛 我念了清清楚 利力分明 就是讲过你的意思 所以你同时在念的时候 你能够体会到 虽然念的清清楚 但是他不可得 或者一句滅掉了 下一句又生起来 第二句滅掉 第三句又生起来 第三句滅掉 第一次就生生滅这样 表示不可得 空观的意思 同时有空甲 我地理不明 空甲通死的时候就是中观的意思 就是历史这个意思 念佛就从这里空甲中这么体会到 因为你这个空 就是这个中观不可思议 虽然一切法就是你念的时候不可得 念念 生生滅滅 但是这个佛法是 我念的心智利利不明 是不思不坏的 就这样 就是假观的意思 假观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我这个能够关注我不可得 那个就是即空即假的意思 是这个意思 那这里面我现在讲好了 那你说 你怎么操作呢 有时候这样 你也念佛的时候 其实真的 你念佛的时候 没有在想这些事情 那是说 我在没念佛以前 这么思维 知道吗 我念佛的时候 想 这是空观假观 没有在想这样的 是在我在还没念佛以前 我这么思维 我这内心就有空甲中含 为什么呢 这个我们书跟我们 参公书跟我们讲的 他说你拜三拜 例如说你拜礼佛 所以一般我们到 到那个四眼年 我们到拜三 郎某常住十方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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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郎某常住十方神 你想想看 我们是不是用 你这内心 你也是用什么拜 用第六四季拜的 对不对 能拜的心啊 那你这拜心 怎么就拜十方佛呢 对不对 你拜前面只有 你怎么拜 你拜东方 后面什么 西方对不对 南方北方 对不对 下方上要怎么拜 是因为你那内内 结成静静的心 这个硬瓜是什么讲 那种结成静静 四个妙 妙妙妙妙 为什么 不可思议就是 你念那个结成静静就是一种 极空 极甲 极重的心 所以当你有这个 虔诚功近的心 你这一心就像 就像屏波 就能够骗爆十万去 礼拜诸佛的意思 所以这个结成静静的心 就是极空极甲中极的心 就是因为心上观的心就是这样 但是你要结成静静的心不简单 你要那种非常虔诚的心 那种非常结成静静的心 那种你这心就用 你心就用都广大了 不会到十万世界去 所以能够礼拜什么 十万诸佛的意思 是这样的 是这个意思 所以你这个 这个空甲中是我们在 在拜佛念佛以前 通途法门 他在观什么 也是在观第六四 这样 他可能直下照去的 观照下 那上观任严陈 上观自然而然 严陈就严满成就出来的 因为他在观第六四 他在观那些 不生妹妹的心 知道吗 因为第六四的体是吗 就是他在观那个 第六四的体 那 其实他在观三观的 就是观那个中观 那个智慧 就是 观照那个一进三地 就是观的 就是不生妹的心 是这样 故隐一心三观是这样 这个意思在这里 这是一些通途我们来讲 这样 那接下来 晋景大师呢 这两个我们再一起念一下 知识 但己一念 旺心以明 其是一切诸法 无不多事 体惧诸法 其空假中 一心三观 是一一妙 不可虚的信德 而发起的修德 他这里面呢 就是说 他用一念万心就是 也是就是六四 他讲他意识跟这个晋修法师 他们两位啊 他一子谁 他们的师傅谁 那个就是那个 那个谁啊 那个谁啊 地形大师啦 地形大师就是这两位大师的 这两位大师的师傅啦 他们都在那边 他都是他剃度的 这两位都是 都是地形大师的弟子啦 他的门下弟子的是这样 像谭虚大师也是啊 所以这两个大师都不简单啦 那你看这里面呢 但其一念旺行以民 来说明是吧 一心三观 其实呢 一切诸法是吧 这指上 实法界的南京英国 实法界一报真报 都无不容许体惧诸法 体惧什么 体惧一切实法界 意思是说 这体啊 当体就具有实法界一报真报 就具有实法界一报真报 即空假中意识 就这样 也在这里 所谓的 其实他说明了呢 一切法具有什么 一进三地 是这样 那一心三观是什么 他自己讲什么一心三观 一也是什么 一就是淫妙不可思议的信德 就是一从那 从这个真理不自信 这信德就是自信里面 我们自信迷头啊 人人本具 这是一心三观 一心三观是我们人人本具的 人人本具的 那你非诚不可思议修的 是因为透过了不断的文思修 凯写音出来似的 一心三观是我们人本 空观假观中观 是人人本具的 不是说你是不是 他不是修的 他本来就有了 是因为你透过文思修 他实现 让这个空观的自费 假观的自费 中观的自费 人本来显现出来是这样 是在这里是这样 好 我们再这样 我们再回到 我们再回到讲表呢 讲表这个 第三页这边 就是我们把这个人观的智慧 一个了解一下 那这个观呢 就是我们现在了解一下 这个人观智慧就是 人家泡不断的熏许佛法 那么那种 我刚才讲一心三观那种 结成静静的心 那是要不断的熏许佛法 一样就是那个 为什么能够结成静静 那是有真实的信心 真实的信心 他有能够结成静静的心是这样 那你要怎样 不断透过 拜佛求唱肥 不断熏许佛法 闻思修啊 才让我念念什么 都是结成静静的心 念念说一心三观的心是这样 是这个意思 好 接着我们看无量受佛 这两个一起念一下 即范女 欧密佛佛 佛说 欧密佛金 要结淫 范女 欧密佛 此淫无量受 亦淫无量光 要知 功德 智慧 神通道理 义证专言 说法法度 义无量也 就是范女叫阿弥陀佛 那这里面呢 虽然我们在弥陀耀解讲过 让我们稍微了解 再讲一下说 范女就是印度那边的法 印度化 就叫阿弥陀 就是阿弥陀 要把阿弥陀 在这边叫无量受 我们知道无量受 无量受就是 他本身在欧易大师的妙也就是 他能够照我长吉 这个照就是一种 他显然能够有种种的妙用 比如说千百亿化身 或是观世音菩萨三色印 那种因你合身得禄者 极限合身而为说法 就是照我意思 照我长吉 这个吉是意思 虽然他这样种种的大悲心妙用 但是呢 念念什么 跟真辱之心相应就吉的意思 是这样 能够跟真辱之心相应就吉 就不会随时 又不攀你又很境界 他就是能够吉 就是能够念念这个这样 不会生起什么 就是我们也是在观照一样 就平常就照我长吉 吉就是我念今天为了 也不 不是为了明为了利 就这样 不怕你又很境界 有这个意思 那无量光呢 就是极而长照的意思 极 虽然内心跟真辱之心相应 不怕你就很境界 但是呢 他显现大悲心 极而长照 就是显现的那个大悲的妙用 度过忠神 是这样 就是所谓的 上次我们讲过 所谓的 生 那 那个 生可意 三五不失意法 就这样 极而长照的意思 那要之呢 这个要之就是大纲 以大纲来说 要旨来讲呢 主要的那个意义来讲呢 他的功德 我们知道佛的功德 智慧 不可失意的 那恒恶杀的功德 对不对 这个大家有读过吗 你要有时候 有时候要读读 那个普玄奸品 功德 他的功德智慧 你看了功德智慧 那个像普玄奸品 怎么讲哦 尔子普行菩萨 尔子普玄奸 称探如来于圣公里 告诸菩萨 及善言 善言直 如来于功德 加以十万一切诸佛 今不可说 不可说 佛刹 即文人杰 相信人说 不可究竟 这普玄奸 告诉这位 以非的菩萨 还有善良宗人说 这如来于功德 加以十万诸佛 就是白天也说 晚上也说 天天说 说雄敬的节 都说不尽的 是这样 是功德没办法说尽的 那功德包含 就是包含什么 下面的智慧 这智慧就是 我们知道佛罗尔智慧 理智高超 没人比得上的 对不对 理智高超 神通道立 这个神就是一种 不可思议的 那个不可思议的意识 妙用不测 妙用不测 没办法思议 那个妙用 它的种种那种妙用 就是刚才所说 你清白于不化身 不是 那是不可 没办法思议 不可思议 这通事自在无外的意思 所谓这个神就是 刚才讲过就是 因你合身德武者 即性合身德武者 即性合身德武的说法 就是那个意思 这道立就是 这道立就是一种 有本体所发出来一种 四五位实力的作用 功用 实力以后我们来讲到实力 这个关键里面要讲到实力 实力啊 四位的功用 实力我们在那个无量说经也讲过了 这四位也讲过 那些种种的那个智慧力是这样 还有呢 说成就了 因为依正专严 依正专严是无量的依正专严 怎么样 对不对 因为佛陀亲近的时候 他依报专严 真报应专严是这样 这无所谓 而且是无量的专严 是这样 佛陀信量大 心近一切都亲近 就是这样 而且的受悟法 受悟法就是装法轮 转中和法轮 做悟法化度 他因为佛陀有室外变 法外变 义无外变 实物外变 药素外变 中无量变才啊 所以能够 就是能够 应众生的根基的生情 善根的佛陀能因才施教 所以能够度化无量的变众生 化度 教化 教化度通 无量的变众生是这样 所以依无量也 说这样 之功 他其实佛陀的功德是无量的功德 是没办法说尽的 是这样 就像普行善品所说的 这里面就把无量受 大概一个概念 所以我们把这个世民讲过了 这个就是说 佛说无量 佛说官无量 能官的自费 一个是守官的 这无量受复这里是这样讲 因为你想想看 他是以正报 代表 因为在十六官阶里面 这边不是只有官无量受复 还是以报的境界 刚才不是讲若日官 对不对 若日官 在水官 在兵官 这些都有次力性 慢慢接着到 在官 慢慢这样 官以报境界 到七宝妙述 就是七宝池 七宝池 七宝池 慢慢再官了 先官依报 再官什么 正报 是这样 但是以 他是以 无量受复代表什么 里面含有什么 依报 还有正报的境界 是这样 因为这部经不是 只有官无量受复而已 还官了 因为这些 依报界是无量受复 欧密头所展现出来 所以 他从他自信流出来的是这样 所以我们说 你官这个无量受复 就等于代表你 你官的依报 正报是这样 他讲这个字 就代表他以 含有什么 含有什么 依报的境界 依报那些都是 欧密头所流出来的 自信所流出来的境界 是这样 那这里面是 把无量受复讲过了 再来我们看 通明就是经 这个经字呢 这经字呢 我们一起念好了 从第一行念到最后一行 今 范里修着 因意为修多罗 因意为献 此云弃金 即是上人 弃而诸佛 守正之礼 下人弃而众生之根基 又今有贯穿色化之意 亦可视为常厚华 曰常而言 即是金得益礼 人金骨立金 乃至未来 恒常不变 如因言果报 真如自信 亦法而言 从修行的角度来看 即是普时方而同尊 这个金就是 法尼 这个法尼 印度叫 它叫 叫修特 这个 因意 就是那个因意 修 类似修多罗这样 那 它含义呢 就是什么 线 这个线 那这里面 那这里面 我们一般在这边 不一线来讲 叫做气金 为什么 你也讲 比如说一部金 你叫金刚线 不合 听起来不雅 不文雅 对不对 金刚金 欧弥陀仙 这些都听起来不文雅 所以要看 金 气金 你看 施金 四十五金 四十五金 书金 施金 对不对 然后讲金 听起来 比较文雅一点 是这样 那这里面 他讲 我这应该漏掉一下 上的气和诸我 所正的礼 正到 所正的礼 目的会来 气和诸我所正的礼 为了是什么 度过众生 你诸我能够 上的气和诸我所正的礼 是目的 要度过众生之故 是这样 度过众生 下能够 气和众生的根基 因为这个金能够 是能够 气到众生根基的生前 目的要怎样 要正到什么 佛礼 佛的礼 什么佛礼 正如正信 就是一晋三地 就是刚才我们说 一心三观的智慧 正佛礼 你气众生的目的要 要目的要怎样 正到佛礼 上面是 你上和 那个 这个佛 上和诸佛所正的礼 那佛礼目的要怎样 度过众生 是这样 那这里面 有一个 这个金下面有四个意思 这个贯穿 这个贯穿 这个贯穿就是 含有现的意思 贯穿的意思呢 能够把佛的 心言欲语 就像现一样 把它贯穿起来 就像呢 穿成一条线一样 比如说 从什么 从续分 正中分 道流通 能够很通顺的 从头到尾 至始至终 连成一条线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 贯穿的意思 什么 摄化呢 这个摄化就是把 无力要无边的众生 不论是上根气的众生 还是下根 甚至于五逆十二的众生 都把它摄送在一起 使他们呢 能够变成佛门弟子 将来能够呢 言成佛道的意思 摄化有这个意思 因为这部金啊 在下秉下生就摄化什么 五逆十二的众生 就是这样 所以这个金有摄化的含义 摄化含义就是因为摄化含义 那第二还有场案法 这个场 因为讲的 这里就是讲 场意在 他一样的金的义来讲 就场就很常住 从过去 现在未来都会改变的 就是更三世 更三世而不义 更三世 经过过去 现在未来 这个理啊 这个教理不会改变的 就音乐果报 对不对 是这样 虽然音乐果报 你啊 比如说好了 我们知道音乐果报 还是会变化的 不是固定 这个音乐果报 我依然怎样讲一下 决定有的 但是呢 随着我们 你比如说我今天好了 我们每个人都会得到什么 都有重罪恶意战故 过去生命 撇破的 你会遇到一些不逆境 不顺的境界 不顺的境界 还是呢 那这样 得到重病 但是呢 你好好修行的话 就这样 就能够改善了 改成过来 音乐果报是可以改变的 就靠我们不断的修算基德 拜佛念佛 就这样修行 藉由修行 它会改变的 是这样 但是这个果报是绝对有的 是这样 但是音乐果报不是宿命论 要了解呢 音乐还在操作我们这内心 这个就像那个谁啊 那个《鸟丸世记》 《鸟丸世记》 那有没有读过 《鸟丸世记》那个《鸟丸丸丸》 就对那个《鸟丸丸》开示 八个字这样 命由我做 福自己求 是这样 命由我做 你的命 你的果报啊 是自己造来的 不能怨天幽人啊 命由己做 你今天能够 福贵 或贫贱 都是靠自己来 靠自己来啊 靠自己去造作来的 是这样 但是呢 你今天能够学佛的话 佛菩萨会加持的 是这样 他因为真上眼 是这样 好 这个也在这里 然后接着我们看法 法是 从说行的角度来看 他是 普什王同尊 今天呢 你要了头生死 乃至呢 言成佛道 就像修行这样 依什么 依教奉行 这个意思 这个法就是你要依教奉行 依佛所乐法 遵循佛所乐法 来学习 不能 他不会盲羞瞎念 是这样 是这样 所以我们看关键的话 你如果没有照佛所乐法 就是邪官 如果照佛所乐法 就是正官 以后我们读到关键里面 都谈到 是这个意思 这个普什王同尊 这个意思 今天我们修学佛法 今天学俊途法 为了了头生死 将来呢 你要成就佛道 都要依止 经典 作为以经为善 作为医迹 医迹 来修辞 是怎样的意思 就法的意思 把这个世民讲过 我们要讲 第二个 弦体 这个弦体呢 我这样一起列一下好了 弦体下面 大圣经典 以实相为题 虽然这个题目已经在 谜头要已经讲过了 但是我们再讲一下好了 请大家看到今天的户表 第一页 形体 这里面是这样 因为形体的实相 这个实相怎么讲呢 实相 是真实的相貌 真实之相 就是 那这里在 我们不能讲太多 因为以前上次已经讲过了 在谜头要已经讲过了 在这里面 我们了解一下 这实相 又有名什么呢 一起列好 一起列好了 又有名 真如 佛信 如来藏 法界 法信 法身 清静心 第一地 自信 一心等 很多名称 我们不要解释 这个解释下去 花很多时间了 我们了解就好了 反正呢 就是我们简单讲 从净土往上 自信弥陀 每个人 能人 是人能本具 各个不符的自信没有 就实相 所以这个意思就要离 就清静心就好了 就这个意思 自信 那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那个 大圣起庆 念完书 刚才直观书记 要不要看倒数第五行 这一行一起念 念到第二页的第三行 即此真如不变 即此真如不变 心体 具体 随言 而有生魅 所谓 随 随乃禁言 聚造实法界 随造实界 实界 皆是假明无信 随言不变 当体即真 故能显示 大圣体也 众生现前 戒耳之心 即是如来藏也 乎真如不变 所缘集体 而为众生戒耳之心 则戒耳心 便是真如前提 亲又名为如来藏 则 是一生魅门中 以名如来藏 显明法生故也 然法生以如来藏 又恶明 中无恶体 故不为显明法生之时 既主无量无边信公德相 即正以明如来藏时 本来既主无量无边信公德也 支持众生现前戒耳之心 无法不计 无法不造 所谓 所以乃禁言 既造实法界 骗人出身 实界因果 这里面是说 这以前少爷讲过 只是我们再复习一下而已 本来复习一下 就实相 就是我们本质人人不尽 就真如不变心体 这不变心就是这种 不生不昧的心体 不生不昧的心体 永违不会改变的 是非因果法 它不是因脸所生法的 它不是本来就有的意思 不变就是本来就有的心体 本来就有 它不是因脸所生法 它不是因脸国报 本来就有的 法耳之人本来就有 不是因脸非因非国 不是因脸所生法 不是因国法 因脸所生法非因非国 证明东西 那曲异体 它这个整个曲异体 全体能够随宴 随什么炎 随随乱静炎 随为什么想遏讀 因为它的解释随眼有声 随随眼有声 所以下面co iç就解释 随眼有标veda 30调查员 随眼有什么 需什么兰脸 mentor 一年迷惑的时候 就什么 训续第一八字 第八四顯現什麼 渣染的境界 那會講近年是因為你學習佛法了 一念的悟 但一念的悟解的時候 你就不能訓習第八四 第八四顯現什麼 清淨的境界為演 是這樣 那時候你會說能夠幾兆算 這個計算什麼 旅具 你就本質記組了 能夠四兆 四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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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一念的悟解 我訓習第八四是什麼 渣染境界為演 對不對 由這個迷暖的陰眼成就什麼 六王法界 一念的悟呢 我第六四 就是第六四在 人家家知道 都第六四的 我第六四一念的悟的時候 就不能訓習第八四 第八四顯現什麼 清淨之界 由這個悟境的陰眼成就什麼 四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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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這樣來的 這實法界說 本質是我們本質記組的 那我是靠自己 因為文才在一念的迷霧之間而已 但是在下面 它是耶穌眼來講 下面呢 雖道十戒 十戒就是假明 無信 雖然造作了這實法界 因為一念的迷霧 而成就了實法界 但是呢 這實法界呢 都是假明 四聖 六王法界 都是假明的 假明 假象 假用 對不對 人法界 還是佛法界 假明 假象 沒有什麼 無信 什麼意思 它是一念所生法 沒有自信的意思 這以前這樣 我說一念沒有什麼 沒有自信的 為什麼 因為這個所生法的果報 是假之一年的成就出來的 沒有自信是這樣 是假之一年的成就出來的 所以什麼 因為剛才說 六王法界是什麼 是誰 迷南的陰眼而成就出來的 那四聖 法界是什麼 隨著物盡的陰眼而成就出來 所以沒有自信是這樣 所以你在所言不變的時候 什麼意思呢 這時候你要這樣 有一種關照力的時候 就你本身記住什麼 就有一心三觀的智慧的時候 空甲中智慧的時候 當體就急增 就是這樣 大家就看到什麼 正如是信的 這個意思呢 這個就是說 下面那句話是什麼 所謂 隨於懶靜靈 基造師法界是什麼 依經做去的意思 依經啊 這個經子叫做什麼 佛像 菩薩像 元節像 生物像 也做什麼 馬桶尿湖 就是三大道經濟 雖然造作 但是呢 氣氣接近 為什麼能夠氣氣接近 是因為具有什麼 一心三觀的智慧能關照 從那個 雖然是有佛像 鑽來佛像 還是馬桶尿湖 不同的像 但是呢 當你有具有空甲中智慧的時候 這種中觀智慧的時候 看到什麼 看到真實的佛性 真實的精子是這樣 這個意思在這裡 所以所謂不悅的這個意思 在所謂不悅的時候 當下即真 就看到了 氣氣接近 氣氣接近 每一個佛的 看了金子所謂的佛像 金子所謂的茅條都是什麼 都是金子是這樣 這個意思 菩薩寫大聖體也是這樣 這裡面講到 眾生戒也之心就是蠱藏也 怎麼講呢 就是你眾生戒也之心的 它的體性就是蠱藏 所以它的眾生 我們仿佛眾生的現前 就是現前一臉之心就是蠱藏也 就是你第六色的體性就是蠱藏也 為什麼呢 怎麼講呢 它下面講 乎真乳不變遂也 變成什麼 眾生的戒心 就是你 什麼意思 就是你這個 什麼叫蠱藏 蠱藏 常常在的 這個法身的如來 好像才眾生中 這是意思 就是你變成謎佛了 因為贏了謎 贏了謎 就是你是變成如來 就是如來就是佛 而是有你是一種 未開悟的佛 意思 如來中也有意思含義 你不變 所以你就是舉體而成為眾生戒也之心 是這樣 當你這個戒也就是有唯一系的心 就是唯一小的心 當你所有人不變的時候 這戒也的心變成謎佛全理 當你所有人不變 那這個戒也就是第六 這個可以講 第六就變成謎佛全理的意思 是這樣 怎麼講呢 請大家畫面看一下 上面看一下 看到那個第二頁一下 先看第二頁好了 第二頁呢 第四行 有沒有看到 眾生戒也之心 有沒有看到 即是如來中也 下面那個即無人什麼 現前一念心一心也 看到嗎 看到 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什麼 我們看那個地形大事的解釋 無人現前一念心 這兩行一起念一下 心者第六意識 所謂現前一念 不變 所以人則是也 性者空不空如愛障 所謂性盡民體 所言不變者是也 那這裡面是這樣講 這個心其實應該是六四 包含言惹彼則生 還是有 但是主要是第六四為主是這樣 言惹彼 就是旺心都有 只是說因為前五四 那個作用太薄弱了是這樣 所以主要是第六四為主是這樣 因為動生化以毒為罪之故 所以順前一念就指第六四是這樣 不變順 不變順 它是這種 是用 從體 從這個不變的體 所顯現的妙用 用的是 要性者愛這個心就是第六四就是用 不變的體用 那性者空不空如愛障 什麼空 這空就是這種 那空如愛障的意思呢 就是靈一切相意思 就是靈一切相 就是靈一切相 那不空如愛障呢 就本身紀主呢 就像一個無量無量的功德一樣 本身妙有就是 那空離一切相是真空 不空那樣是妙有的意思 你本身 它本身紀主呢 無量的性功德故是這樣 雖然他離一切相 那本身紀主無量的不變的功德是這樣 性靈明體 諸位不變諸位 這個性 它這個性就是體性 它的本性是親近的 什麼親近的 這個親近的意思 有一種 親近的意思呢 它能夠造我長極 不怕你六神境界 能夠練練跟正如相應 正敏呢就是意思呢 就能夠極而長照我意思 智慧觀敏嘛 就是極而長照我意思 雖然呢 我跟正如自己相 但是能夠極而長照 有這個敏的意思 性靈明體這個體性 性和體 就是靈明的體性 那雖然不變者是也 雖然不變者是也 這體性 那為什麼呢 雖然不變 因為你記住什麼 一心相關的智慧 常看到那個體性是這樣 那這裡面你就把這個性前一念性 講解過了 所以以後我們看到 一念性的一念性性呢 那性就是第六四 性呢就是什麼 正如是心 空不空來一丈 就是正如是心的意思 就是這個意思 有時候你要看前後我們來體會 有時候講 有時候講 現前一念心 他可能要講體 或講 那個像 因為第六四是一種 像用 他是四修啦 是像用 不變所以你則是也 不變所以你就是 所以你就是一種像用的意思 從這 不變就是體 所以你就是像用的意思 用的意思 我們就回到這個 那第一頁這邊呢 看一下 所以你說 那剛才講 剛才倒數第二張 不變所以 集體 作為中文的介合心 則介合心變成正如前提 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說你這個 真如不變所以 就是這個意思 然後 真如不變所以 就集體成為中文的介合之心 成為這個現前一念之心就是了 現前一念之心就是了 現一意識 不變所以的意思 就是主要是指第六四 現前一念心性的 第六四 然後所也不變的時候 這第六四的心性就是 介也心就是 現前一念心 變成正如前提 也不變 也談到這個離體 是這樣 那進六名為如來臟 實際上 一的聖明人中 隱明如來臟 寫明法身有什麼意思呢 這個如來臟 我剛才講 如來這個法身 常在我們中文中 叫如來臟 是一的聖明人中來講的 隱明是什麼 隱明就是不寫明的 不寫明 因為他這個 因為你眾生還沒開悟 所以不寫明叫如來臟 那什麼要寫明 叫法身呢 你當你開悟了 就是你 藉由空官的智慧 斷見師佛 假官智慧 斷承扎佛 中官智慧 這時候你開寫了 這時候你不叫如來臟 你叫法身了是怎樣 你成佛就叫法身 那如來臟你表示還沒成佛 是意思 你還沒成佛就是如來臟 你成佛就叫不叫如來臟 就法身的是這樣 顯明的是這樣 那下面怎樣講呢 然後法身與如來臟 雖然 雖然兩個名稱 但是呢 中無兩個體性 體性都一意思 體性都一 無二就是同樣一個體性一樣 是這樣 同樣一個體性 怎麼下來 所以不只 偶一大師 偶一大師 不但寫明法身時 記住 無量無邊性功德是這樣 因為你法身的時候 記住了 集合長照 照長期的功德了 無量無邊性功德 即是在隱明就是你在房屋的 這個就是我們眾生來講 隱明 隱明就是不顯素的時候 這法身還沒顯素 這個叫如來臟的時候 本來記住什麼 無量無邊性功德 所以我們這個自信謎討 記住什麼 這個如來臟就是自信謎討 本身記住什麼 無量無邊性功德 就是這樣 所以你說我們本身也是記住 我們跟佛所一樣 記住無量無邊性功德 只是被這個我職法職的成功 就是這樣 直接要了解一下 是每個人都有無量無邊性功德 是這樣 是這樣一直在這裡 所以 剛才我們 剛才講到那個什麼 哪裡呢 剛才講到 就是說你這個真理心 前面好像在前面講過了 就是說你 你就是 你要這個 藉由修德開顯出來的 就本來記住無量無邊性功德 意思就是說 就是意思 我們都同時記住什麼 觀念菩薩大悲 文書菩薩大志 復興菩薩大喊就是這樣 是這樣 也就是說 就是我們這個 戒中間信仁 戒之心中信仁 無法不信 無法不照 本身記住就 無法不信 就是你本身記住什麼 無量無邊的功德是這樣 都是這樣意思 無法不照 所以你看 我們看看 順便看一下 剛才那個什麼 那個 上述戶表第六頁一下 上述戶表第六頁 就是說你看 第六頁 不是倒數第幾行 倒數 其實都一樣 倒數第幾行 倒數第三行 倒數第三行 倒數第四行 那個進修瓦斯 下面一列彎性 我們看到一列彎性對不對 體積珠瓦 有沒有看到 就是一陣一絲 就是你 雖然第六是 是現前一旺心 但是 體積什麼 就基礎 無量無邊的新功德是這樣 既有司法界 既有司法界 是這樣的意思 這也就是 體積就是既有無量 既有司法界的 一暴真暴是這樣 就這個意思 你參考這段話 就看在這裡面 看一下 然後再看一下 看那個 剛才那個 就是剛才 今天的戶表 第二頁 你看第二行 直指眾生現前自信 就是眾生現前一念心性 現前一念心性 無我不拒 就是你的拒準 你看 十法界的一暴真暴的功德 十法界 無我不拒 每一法 都這個 十法界的任一法 都是從 第六是 第六是所造出來的 都從現前一念心性 所造出來的 是這樣 所以你不是 你不是 你這個司法界 都完全具足的司法界 而且 這個司法界 任何一法 都從這個 第六是所造 第六是的 現前一念心性 所造出來的 所謂 就解釋上面的 南近年 激造司法界 南近年 就因為 為什麼南年 淫年的米佛 為什麼激年 淫年的悟 所以他跟我們 激造 女激世造 因為第六是 這樣講 好了 我第六是 我第六是 一念米佛 念念起探生字的時候 就不斷訓取第八是 第八是變成什麼 三大道經激 就這樣 當然一念悟的時候 我第六是呢 跟我空智慧相應的時候 就不斷訓取第八是 第八是變成什麼 沃羅漢的法界出來的 就這樣 那我更下功 不斷地文師修 不斷地 有本經激有本功 念文師修 這時候我念念跟什麼 我正念心的第六是 念念跟 中道 學樣相應的時候 我就不斷 這第六是就不斷訓取什麼 第八是 第八是顯現什麼 佛羅漢的法界出來的 是這樣 一切都正念心所變遷出來的 是這樣 譬如說 雖然激年 激造司法界 是這樣 激於激 激造司法界 激出生司法界的英國 英國報是這樣 是這個出來 第六是 第六是為止是這樣 是這樣 現前一念心是這樣 怎麼這麼講 所以一切都是一切心的境界 也是這樣 好 我們了解一下 就把這個 把這個裡面講過了 那我們看一下 再看一下 看剛才 再看一下 再看那個 第二這邊 倒數第五行 這一行一起念 指正子現前 念佛之一念心性 心有靈知之用 性乃不變之體 用不離體 故何稱心性 是了解一下 信性就是這個意思 就心 第六是 它就作用 那個 我們自信密度就是體 自信密度就是體 了解一下 這個體 就現成一念心性的意思 這個了解 把心性了解一下而已 接著 我們回到講表 看一下 我們這時候把弦體講過了 就是說今天 我今天來學佛 我學這個教理 還是我們修行 文師目的啊 要顯這個體性 顯力的體性 但是你 講是講規講的啊 它其實有操作 這個你要講的 你雖然講的 哇這個每個人 本質居足無量有變成功德 有信德 但是你看去操作啊 什麼操作 靠著修行 對不對 民眾是說明的 這個中就是修明 什麼叫中 修行的綱要 修齒的藥靈 綱靈啊 修齒的綱靈 那在我們說進土中喔 什麼修 必須說 對不起 謎頭藥截對不對 它忠是 它忠是什麼 信念慈民 就是忠 對不對 信念慈民就是忠啊 這個要記得 忠就是忠 修齒的綱靈就是信念慈民 那這裡面是什麼 因為這不僅是什麼 以觀想念慈為主 它是你看 你一心三分 關你什麼 習文極樂世界 一爆專演 俊爆專演 也是這樣 所以目的兩者不一樣 說明是 民眾是說明那個修行的綱靈 就是觀想念慈 它是一心三關 什麼 剛才什麼一心三關 那念什麼 結成靜靜的心 就是一心三關 你記得 但是你要培養 你怎麼培養這個 結成靜靜的心 要不斷地拜佛念佛 你一定要 你這個簡單 你就要好好的 這樣把我的 這樣就是 射性專注的心 結成靜靜的心 每個人是本質具有的 每個都有的 但是要常常提起來 這個怎麼提起來 你看看應光大師文 他怎麼講 他說 他怎麼培養 他怎麼培養這個結成靜靜的心 他怎麼講 你要想到 如果今天 要以佈古心去念佛 這佈古心 就是你恐怖自己 我如果不拜佛的話 我會下第一 就這樣 你不下 你如果拜佛 就我 把我用功的話 我下第一 就像你說 心都很專注了 心都很清晨了 因為就是 這個故事 因為以前有講過了 我有沒有講過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誰啊 我想講 我還要再講完了 再故 這個是梁武帝的故事 這個梁武帝 跟那個 他的 他的國是誰啊 梁武帝 梁武保善誰做的你知道嗎 梁武保善 就是那個誰啊 那個誰啊 那個誰啊 梁武保善啊 梁武保善誰做的你知道嗎 梁武保善 就是梁武帝 他的國師啊 他臨時 他臨時 就是他 這位國師喔 他非常都很尊重這位國師啊 有的是那個梁武帝 雖然他很 修 他那個也是修持佛法 但是呢 畢竟是皇帝 也是 南美那攤好要什麼 一些娛樂 有一天呢 他邀請這位國師啊 去參觀什麼 看什麼 看那個 看戲啦 看戲 然後看戲的時候 這個戲喔 聽到國王要請國師喔 一起來看戲的時候 他們就趕快把這個戲 要演得好一點 這時候呢 就是 當那個 那一天呢 梁武帝 和這個國師坐在一起 這個國師在一起的時候呢 坐在旁邊 兩個坐在旁邊 觀這個戲的時候呢 這時候呢 就看戲的時候 這時候呢 當戲演完後 這個 當演完戲後呢 這個 梁武帝就請問這個國師啊 他說 那你看 這個戲 演得 演得好不好看 這位國師說 我不知道 那唱得好不好聽 我不知道 就這樣 兩個不知道 這時候呢 這個梁武帝很納悶說 奇怪啊 你明明坐在旁邊 也沒打瞌睡 眼睛就看那邊 怎麼會這樣 怎麼會 人都不知道 這時候 國師他有 他 他很有名的 他很有名的 人家說 觀禮菩薩成立在來 我記得 那個什麼 蠶師 寶字 寶字蠶師 寶字蠶師 很有名的 寶字蠶師 就跟他講說 跟梁武帝講說 我們出家人啊 從早到晚 為什麼 寶字蠶師 出家就寶字蠶師 哪有時間在看這個戲 哪有時間 哪有這個 那個刑部上司 刑部上書 帶一個死刑員來 叫他做在這個 也是同樣演這個 這部戲 叫這 明天 再一個帶一個死刑員 死刑員來 叫這個死刑員 端著 一盆 一盆那個 裝滿了水 的臉盆 然后叫他跪在演戏的前面 演戏台前面 叫他专注看戏 如果说在演戏之中 掉落一滴水的话 就把演完戏后 就是展头了 假如他在演戏之中 演完戏后 如果没有掉落一滴水的话 就这样 就释放回去 就不让他就 就试免他的沙头死罪了 让他回去了 让他能够示范他出去 让他自由了 是这样 这皇帝就照 这个梁武帝就照着这个 宝序传室的建议 就这么做 如法炮制 就确实明天 他确实要演戏的戏班 就照常演戏 演出戏 然后照着那个死心湾的线 端着一本 专满水的脸盆 跪在这个演戏前面 等这个戏班子演完后 确实这个死心湾 都没有掉出一滴水 都漏掉一滴水 这时候 这时候 毛泽山说 你叫梁武帝去 你问他一下 问他 你问他一下 这梁武帝就问他 问这个死心湾说 你看这个演戏 演得好不好看 这个死心湾也怎样讲 我不知道 那又 听 问他 好不好听 死心湾 我不知道 会怎么这样 那个环境中 你怎么 你怎么都不知道 你跪在这个演戏前面 怎么都不知道 这个死心湾怎么讲 我都顾着 我心都在顾着 这边 这盆水都来得不及了 哪有这个心起来看这个 看这个性呢 因为你掉落一滴水 这样 演完戏就要马上砍头了 对不对 他你也信是在这门水上 因为怕死 谁要怕死 对不对 谁不怕死 就这样 所以 梁武帝很了解 真的是 人家说什么 视而不见 听而不能见 是 所以眼睛看到了 但是 看他没看一样 他心不在那边 心不在焉 听了不闻 听到有听到没听一样 是这样意思 你心不在那边嘛 就这样 这故事这样 为什么能够培养 就是说你要 栽培我们那些 结成精 就是这个 这喷水就是你强悍 我念佛就是 我念之在之的 在我念之在之的喷 就念佛在这佛号上 假设我心起妄想的话 妄想杂念的话 就像下地一样 就这样 那意思也是一样 被砍头就等于 被下地一样 就这样 所以这个 一心上观的心 就是那个 结成精进的心 就是这个意思 平常要 要偷念生死的心 偷念生死的心 你如果不毫无念佛的话 下地一 你这个心就会提起来 是这样 大概这个典故 我们先下课 我们麻烦 来这个讲表 第三页 刚才我们谈到这个解释晶体的第三步 就是明宗 这明宗是说明这个修行的纲要 中就修行的纲要 说明修行的纲要 就是一心三观 关于极乐世界的一报专言 圈报专言 那我们一心三观的 那是这一心是极空极甲极中的 这个观照智慧 就所谓那类 结成进京的心 那结成进京的心去观照这个 极乐世界的一报一正专言是这样 那请大家看到 我们看一下看到 今天的户表第二页 第二页 第二页的那个倒数第三页 根据也是我们再复习一下 这个到第三页 念一下中 迷途要节 宗是修行要尽 慧体书姬 而万恨之刚灵也 这个宗是修行的重要的捷径 是讲捷径 修行的重要捷径 而且慧体 这个慧就是能够 这慧能够慧归就是什么 物正道 物正道那体性的 慧到这种自信迷途的体 重要的是关键 所以就是关键意思 物正道这个 真如自信的重要关键 而且是什么 六度忘恨的 刚灵也 就是修学 种种上法的 刚要 大刚要灵也 大刚要灵也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中就是简单讲是 修学进途法门的刚要 就是中的意思 那我看智里大师 智里大师是谁 就是法师大师 他著作的那个大悲战 就是他造的 就是天来中的大师 智里大师 我一大师说他是什么 是那个 谁啊 那个谁啊 那是佛陀的那个儿子的 那个 他的视线的 佛陀的儿子 临时讲不出来 对 对 佛陀尊泽 是佛陀尊泽 而来的 是我一大师在林峰座 这么讲 佛陀尊泽 是智里大师 这两个一起念一下 好 中卫中药 此今之药 在修行妙观 改禁途 新观即是一新三观 这个中药呢 中卫中药 看也是一样 就是 就是 中药就是你这个 修行的刚药 中修行的刚药 那此今之药 就是这部经的刚药 他的药子在那里 钢药 药子在那里 在修行妙观 修行妙观 就是那样 这个能观的心 就修之耶能 能观的心 修行妙观 这个妙观就是什么 就刚才有那个 我说 就像櫻瓜那时候 结成晋晋 妙妙妙妙 就是不可思议 那些是什么 极空 就是一新三观 那种极空极甲 极中的那一内心 修行在妙观 只能观心 感与净土 因为能够 因为有这个 不可思议的那个心 来观照那种极乐世界 依报 依正专业 所有人感到什么 往生到极乐世界 是这样 这个意思 新观就是什么 一新三观也 就是结成晋晋的那一心 是这样 好 大概我们了解一下 看一下 看第三列 为什么他强调 他强调一新三观 为什么呢 我们看一下 这个就是妙东超 他就是这个 法治大师所做的 治理大师 这五行一起念 好 均匀 不了佛字 折身一佛 书匀 故作此观 另处一佛 即嫌此观 能了佛字 若其佛 若其不用一新三观 观肉日折 折迷佛字 哪名此观 能处一佛 日观既而 宜观立南 故知大师 依夫佛字 立经观法 南十六观 属遁教 故严始要宗 皆用佛字 既有圣宗 身彼述得见佛 无法 欲以海众 不生兵地其 胎公也 这个均匀是指什么 指无量寿经 我们像过的无量寿经 这无量寿经 你不了佛字 就是你没有误解 不误解佛的智慧的话 佛是一切种智 就是刚才 就所谓一心三观的智慧 你不了解 你不会误解到这种 极空极甲极中的智慧的话 则所谓圣依佛 是这样 佛的智慧就是一切种智 所以 我们上次以前讲 非空未有 这几点假如 从中观的智慧 非空未有 就是也所谓一心三观 是这样 因为你不误解佛事 这会生疑佛 接着你 还有就是 还有疑梗 你信心还不能圆满 那书就是什么 这书就是智慧大师所造的 刚才佛说光无量寿佛经书 佛说光就是智慧大师所造的 他说 故作此观 故要 说要做智慧一心三观 因为故作 故让我们的 让众生能够 修学这个一心三观 除去这个疑佛 是这样 直显此观能误解佛事 因为这些可能误解佛事 为什么呢 他下面要解释了 为什么要 因为你不用 其实他这么讲 是这样 因为你在用一心 就是你第六四 第六四 在修一心三观的时候 就不能虚情第八四了 是这样 当然这个呢 这个总词更有力量是这样 所以你不用一心三观观肉日者 则迷佛事 就对佛事有所迷 就是你不用一心三观的话 就是能够 没办法误解 不要 就是你迷佛事 就是呢 没跟佛事相 佛事相应 那怎么可以 这个此观怎么能处进我们 对佛事的疑佛呢 就这样 所以日观 你修肉日观一样 那其他呢 其他就是 要讲除了第二观到什么 十三观而已 十四五十五六不用修 十四观 十五六十六 是一些什么 上中下品的行者的那 他往生极乐世界的因果 不再说不再观 是在其他的观也是一样 看若日观一样 立就是照立 依照 若日观一样 是这样 一心三观是这样 故知什么 这大师啊 就是智德大师啊 依照的这佛的智慧 立现在的一心三观法是这样 依照这个佛的智慧 根据这个佛的智慧 因为成就 一定要一心三观成就佛的智慧 因为中观就能够断破 是这样 立现在的观法 但是呢 他这里面 十六观属什么 顿教 什么顿教 这顿教就是不要经过 一般来讲 有见教 有顿教 也有见的 顿教就是说 他不要经过 很结实 比如说 一般来讲 有见教什么 从小圣法 比如说在法经 他们天台中讲 从阿恩时 翻等时 波罗时 再到火烷烈盘时 慢慢的 渐渐和次第性的 从小圣的 慢慢到大圣 在一佛圣之间 慢慢次第性 从小圣法 从身边四地 渐渐的 无量 无生四地 无量四地 再无作四地 慢慢渐渐来演 是慢慢的 顿教 不要经过这种次第性 他一下子 马上 顿法门 就是什么 一佛圣的思想 一佛圣 成佛的思想 马上 不要经过阶次的 阶梯次第性 见识性的 他是马上说明 是顿法门的 是这样 顿法门就是一种 它不是全教的 是一种 见识性 不是见识性的 马上 不要经过 不要经过见识性的 是这样 是这意思在这里 是说明 马上是颜度法门 是颜度法门 说明一佛圣的思想 如果成佛 成佛的那个 如果成佛的那个教理 是这样 那 顾 原始药中 原始药 原和药 这四个字 原始药中 是不是这样 易经哪一面 原和药是什么 推求意思 推论探求 推论探求 始终 因果 前因祸果 探求 事物的 前因祸果 探求 事物的 发展的 前因祸果 就是人家 就探求 事物的起源 以结果就是这样 始就因 终就是果 前因祸果 就是 你今天修这个十六观 就是从 从若日观 到什么 到第十三观 都用这个 一十三观意思 从 六日观 意思说你从 六日观到 到这个 利观 到那个 第十三观 都要用什么 都用这一心三观 来修持的 用这个 一顿法门 做一种 成佛的法门 来修持 是这样 既有 一佛圣的种子 你既然有一佛圣的种子 而且迅速的 能够见佛无法 能够 就是参与 能够参与到这些 这海中就是所谓 亲近大海中的菩萨里面 这个海中的团体 就是菩萨们 和这些亲近大海中的菩萨在一起 而且不会生到的边地 及太空 这边地实际是 遗臣的 就是 他在莲花中 在莲花中 但是也没办法 花开见佛 以前在无量中以前 这边地 太空就是 但是 他自己只是 在莲花中 可能好几集 就是 没办法见佛 是文化 只是他还是 所以这边地一层 但是 他还是 他的生佛自己 没有劝缺的 还是这样 是这样的 所谓边地也不是说 只是说他没办法 见佛文化而已 没办法见到三宝 没办法奉仕三宝 是这样 没有办法见佛文化 但是 佛罗光明会加持的 他到时候 一般来讲 在无量中 五百年就出了 为什么呢 佛的光明会加持 让他 升起唱尾心 这时候 他说 一念唱尾心 就出来的是这样 是很快的是这样 那这里面是讲到这个 就是你不了佛字 是这样 就是你不了佛字 但是我们今天 我们要这样 透过文实修 不能勋取佛法 慢慢的 你不在地 只有拜佛念佛 文实修 都勋取第八识 这是让我们的性节种子 慢慢生长了 了解这个佛的智慧 就是一起种子的智慧 所谓一心三观 空甲中 刚才讲过了 这是我们要怎么体会呢 平常爱思维体会 我念佛的心 确实 人类的心 虽然 你念的内心 不可得 什么不可得 他有生有魅 我刚才讲过 念第一句佛法的时候 生起来了 那你念第二句的时候 就魅掉 第二句佛法就生起来了 念第三句的话 第三句的时候 第二句佛法 那念的心就魅掉 生起第三句佛法的心 就这样 生生魅就是不可得 就是空 空观的意思 虽然念不可得 但是 这个佛法是 立立不明 立立不明 奥弥陀佛 你能够清清楚楚 念出奥弥陀佛 那是假观的意思 就空观假观 同时在一起的话 就是中观的意思 就是慢慢体会 是这个慢慢体会 我这个意思在这里 那这样我们要 然后这里面就把这个 刚才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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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理大师 为什么要 修实一心三观的含义就是这里 要一心三观就是 你要 但是我们 我们怎么操作 什么一心三观 就是 结成 静静的心 那你 就 怎么要讲 就是 本来无欲的心 就怎么讲 用本来无欲的心 去观想 这是什么 自己落日 就是这样 好 这样把这个 这个民众讲过了 第二三个 论用 什么论用 这个用是什么 因为我们修持 民众是修行的纲要 但是有什么得到什么利益 用就是利用 利益 就是得到什么利益 就是利用 有公得利 就是利用 用就是得到公用 效用 论用就是公用效用 因为你修行一定要得到公用 那既像在弥陀要解怎么样 什么论 他论用什么意思 往生不退 能闻到世界 成就 三不退的境界 就往生不退的意思 就是 弥陀要解的意思 论用 一定要外面修行 你今天修学佛法 一定要得到公用 利用 限制能够消一账征服贵 但是效益障费还不够 还这样 目的在往生极的世界 这是我们目的目标 所以这里是 我们这一行一起念 论用这一行一念一下 以禁除业障 伸出佛前为本金利用 这个禁除 能够完全除掉我们的 翻腊障业障暴障 这业障里面还 翻腊障业障 翻腊障暴障的是这样 所以往生的诸佛前 就能生到 其实就是 闻生到极的世界的意识 说禁除业障 就是你禁除业障 就是说 藉由这个观音想念佛 它的也是 因为你是用一心这样观念 就是这个智慧啊 能够 除去我们的 种种的障碍 往生到极的世界 所以我们禁除是这样 为本金的利用 是这样 本金的功用 请大家看一下 看到今天的护表 第三页 第三页 这也是根据那个 智慧大师的解释 智慧大师的解释 这诗堂一起念一下 遭无间谷 此今大力 人媚此等 吉重山葬 吉身净土 若此山葬 信非山德 何能无间转为极乐 就是说你要以药言之 以药言之 药 用这个就是 以大药 大刚来说之 总和言之 总说之 总和言之 以药言之 大药 来说明 这部经的功用 说明 你学习 就是以修持 这个观音想念佛的功用是什么 那五诸音 它下面有讲 我现在有诸 这是什么 什么五诸 是见佛 其实 就是见一处地 又见佛 还有什么 施佛 就是意界 色界 无色界 三处是死 意界色界 无色界 无名佛 这里面无名谷一处 这无名谷一处是什么 什么意思呢 这无名谷包含什么 成沙佛了 无名谷包含成沙佛 是五诸音就是这个意思 里面就是把 因为藉由你这个 观想念佛 能把这个 见尸佛 成沙佛 无名佛 把他 灭除掉 是这样 所以除二诸果 除从二诸果 除掉了 分断生死 变定生死 是这样 除二诸果 能够你 因为 藉由这个观想念佛 能够 越过这个 分断生死 变定生死 成就大波内藩的境界 是这样 那这里要二诸 造恶最重的是什么 梦过无利 无利 大家知道 就是四父四母 四欧罗汉 除我生邪 还有破赫生 梦过无利罪 无利罪 所以 因为我们 有时候 过去生 没有学佛 南美会造作无利罪 所以我这个种子 是这样 所以 南美会造 无量节 因为你无量节 过去是没有学佛 南美会这样 糊里糊涂 造作无利罪 南美会这样 所以无利是什么是叶 因为无量节 所以从与善品化的 善品什么来讲 非常非常赤胜的贪嗔痴 善品化的就是贪嗔痴 就是贪嗔痴 就是善品的 赤胜的贪嗔痴 而招而引起来 所以感召呢 因为无利罪 这个叶是因为你造作无利罪 是因为起佛造业的 由于欢恼而起的 佛 感召是果报 感召无间的时候 无间第一的果报 是这样 因为无利罪是感召无利 无物间第一的果报 所以 这部经 因为你修持这部经的话 就修持关切内容 最大的功用 能够灭齿 持等急重三丈 像这种无利的 最重的煩惱 業障暴障 是這樣 而且能夠讓你完成極樂世界 就意思在這裡 完成極樂世界 那下面來一句話 若此三藏非三德 何能無間轉為極樂 這個負業苦三藏 負業苦三藏能夠轉為財產 它本性就是三德而已 就是非三德 何能無間轉為極樂 無間地轉為極樂世界 它意思這個負業苦啊 本來是因為負業沒負業苦 因人迷惑之乎 因人迷惑才有什麼 起負造業 你不知道業力所感 說要起負造業 什麼三德 法生 剝勒 削弱三德 法生德 剝勒 削弱三德 是這樣 那這裡面 那如果說何能無間轉為 怎麼能夠 它體性完全是 它體是一樣的 體性是一樣的 就是說 因人迷惑 法生變成什麼 法生剝勒 削弱 削弱三德 變成負業苦 是這樣 那這裡面呢 我們看一下呢 這把這個論用講過了 再我們看叛教 叛教再看一下 那個 我們再看一下 看講表第三節這邊 最有樣 一起念 以大聖翻等言頓教為相 這個要講 大聖什麼 因為這邊講啊 有小聖法 大聖翻 但是他們這裡面 叛教都依天堂中來講 大聖什麼 通教 別教 贏教來講 這藏教 因為天台中 化瓦斯教 藏教是屬於小聖教 是這樣 方等是這樣講 怎麼換等呢 因為天台中的智大師啊 天台中的智大師啊 他根據佛陀一代的實教 他受我四九年 釋迦摩尼也受我四九年 獎金三百一位 四十九年 歸納為什麼 五十八教 五十就是 第一個是華言時 一般講說 三七日講華言啊 第二個是 阿安時 十二年講阿安經啊 再講第三十 翻等時 八年講翻等經典 什麼翻等經典 就是大聖的經典 一般叫翻等就大聖的經典 就翻等 第四十 四十 第四十就是所謂 波若時 波若時講了二十二年 大概二十二年啦 最後是呢 講 第五十 法法內班時 講了大概七年或八年 不一定 有人講七年 有人講八年 有五十這樣 翻等時第三十的 叫翻等時 翻等就是大聖的經典 那看一下呢 炎頓教 什麼炎頓教 這炎頓教是約什麼 因為天台中 他把的 我說一代十教 翻成他把教 有一種化以師教 化法師教 化師教什麼 就是葬同別言 化以師教什麼 頓見 並並不定 頓見 這個炎頓就是頓見 這炎頓教 炎頓教是炎頓教 他是頓見並不定 是在講 他因為 因為化法師教啊 就像什麼 怎麼講好了 這個根據 天台中文大師怎麼講呢 這個化以師教 化以師教 化以師教是什麼 就像 我們人類 四神湯啦 補中益西湯一樣 藥方 那化法師教是藥味 就像你 這是 這是什麼 紅棗啦 蓮子 就像四神湯 四神湯什麼祖傳呢 可能是那個蓮子 那個藝人 還有是 蒜石 還有什麼 好像是狐靈吧 四神湯就這樣 它是 這是這時候就指這個藥味 就是化法師教 化以師教就是藥方 是這樣 所以藥方是沒有提性的 它是藉由這 化法師教 這個 脹脫綿綿來組合他的化以 那頓見並不定的是這樣 請大家看一下 看到今天的護表第四頁 今天的護表第四頁看一下 大家了解一下就好了 了解這個大 那個 這五十八教 大概這樣講 那看一下 你看這個也是跟你 治理大師的解釋 這三行一起唸 第四頁 陳三行一起唸一下 一大小聖 此屬大聖 今中亦有貧婆正小 然非此教正所披姬 今從正位 尾提西德 宣禁篤官 尚非通北 其是小聖 一無時中 此其第三番等師也 大小聖 他屬於大聖教 他是屬於大聖教 他是大聖的教理 今中要什麼 平伯就是平伯就是 那個也是 那個是阿斯斯王的父親 他因為他被那個他父親 讓他關了 他被他 二十三個禮拜 二十 那正到什麼 那個歐朗行國 三國歐朗行國不簡單 你看正到小國 正到小聖的歐朗行國 但是不是這個 這不是當非此教所正所披姬 不是這個大聖教所所加倍的根基 因為他雖然正到這個三國的歐朗國 但是不是這部經典 這部教理所加倍的根基是這樣 其實他因為他主要是正位什麼 尾提希夫人等 那種有那種嚴頓 就是那個嚴頓根基的眾生 來說明這種 那個淨土觀想念佛的法門是這樣 所以這位是為了尾提希等 等於是吧 未來有嚴頓種子的眾生來講 不是只有尾提希等 宣說這個淨土觀想念佛的法門是這樣 尚非什麼通 尚非什麼通教卑家 尚且不是通教卑教 這通教也是大聖的 大聖的出門一樣 大聖的出門 卑教是菩薩境界 大聖的菩薩 因為這北聖的講 是不同於通教也不同言教 也是這個裡面 它主要修假觀為主 也是菩薩境界 啟是小聖的教理呢 而在但在五時中 在這從法蘭時阿涵 翻等波樂到法內 它是屬於第三史的翻等十字也是這樣 翻等十也 翻等十它是大家就要了解 翻等十 那接著我們看 課在下面這三行一起念一下 若一發以論劍頓則 發言蜀頓三十皆劍 今在翻等非發以頓 今今頓者乃以發法以為為頓 故舊尾提及身得人 叛教為頓且無聲忍畏 別在出地原在出處 世過經文就其當機正未定之 卻頓非劍 若非發以釋迦來講頓劍 頓劍密密不定 它是屬於頓劍 它叫頓叫劍教 頓是甚麼意思 剛才講過 它不是經過有接次的 這個次第性的 從小聖法慢慢來呢 慢慢修學到大聖法 最後是嚴頓的 一佛聖的釋迦不是的 它是直修頓就是直修一心三觀意思 頓就是直修一心三觀 直修成佛的法門是這樣 頓就是直修成佛法門 直修一心三觀意思是這樣 它不是經過 新修阿含金 這個聖滅師弟 新修小聖法 慢慢地 經由慢慢來破 慢慢修 劍斥 要修大聖法門是這樣 沒有它不是劍斥的 劍斥有小二大不是的 但是 直修一心三觀 直修成佛的法門 一頓意思 所以佛法隱石 佛法隱石頓 佛法隱石頓就是 因為佛法隱石 佛陀剛成佛的時候 為什麼 四十一位法僧大師說 四十一位法僧大師 還有那個嚴頓大師 嚴頓根基的行者 所以如果成就佛道的法門 就是因路法門是這樣 那三十就是什麼 子善所謂安時 翻等時 波羅時都屬於劍教 是屬於聖教 那是劍斥而進 就劍劍的 劍劍 劍斥而進 由小而大 然後金在呢 這部金是在翻等時 是因為大聖經典 不是法隱的頓教 因為法隱的頓教是屬於那個 頓時之下 法隱的頓教是屬於那個 法隱的頓時之下 法隱的頓教是屬於那個 法隱的頓時之下 所以這部金頓者是實際上 一頓什麼 法法式來講 什麼法法叫 藏通北岩 藏通北啊 藏教通教標是全教 聽懂什麼叫全教 譬如說好了 這個法門 這個法其實是我們 譬如說我們吃藥 有的呢 怎麼講呢 這個佛陀就這樣好了 有的呢 小孩子呢 在哭啦 哭泣 就父親呢 就拿個 就像佛陀一樣 拿這個 那菇房的葉子 哇這是金葉子喔 金色的葉子 這金葉子 你看 把菇房的葉子 那菇尾的黃色 那金葉子 孩子看到 哇金葉子 很高興了就不哭了 就這樣一樣 就像你吃藥 這是嚴肚法門的藥 但是呢 當然吃不下去 就是說 外表薄味成什麼 糖 糖果 哇 糖果 很好吃 為什麼 就全教一樣 藏通北就是這樣 糖衣啊 糖衣啊 包在糖裡面的 嚴肚法門是藥啦 他用那個糖果呢 把它包在 這個前教 就藏通北的糖衣 那你吃下去這樣 是這樣 是這個意思 是這個意思 前教是這樣 所以法師 以炎為頓 什麼炎 炎就是 究竟成佛的教理 炎教 就是究竟成佛的教理 是炎滿自己啊 炎滿自己啊 究竟成佛的教理 以炎為頓啊 是這樣 所以就 他這裡面是 根據這個韋迪西夫人 他急身 他這個 當下 成就 得了成佛的無聖化人 以後我們談到 他因為 那當下 是成就無聖化人 所以判他的教 這個 這不經的教理 什麼 為頓教 是這樣 因為他是以為 炎頓就因為 他是究竟成佛的教理 就以為頓 而這無聖人外是 別在世 為在什麼 別在世 別教是 是藏通北的別教 在出地 人教算什麼 出住位 是這樣 所以這部經文是 究竟這個當機者 當機者指 這個韋迪西夫人 所證的果位 所證的什麼果位 無聖化人 來判定 他是 他是什麼 遁教 當下 就是以身能夠 在於這一身 成就無聖化人 不簡單了 所以是遁教 而不是見教 是這樣 就無聖化人 剛才無聖 發人 人是一個字 代表人正的智慧 無聖化是所證物的理 是這樣 以後會談到 以後會談到 人就是一種人無證物的智慧 無聖化是所證物的理 是這樣 算是遁教 不是見教 是這樣 大概把這個 引渡法門 把這個叛教了解一下 就好了 要了解這個叛教 是大聖法門的引渡法門 因為重點 你要了解為什麼能夠引渡法門 因為佛力的加持固 有法力的加持固 才能夠裁成引渡法門 以後我們會聽到 你也以後面要講 佛的光明實在 依依光明 拼到實際世界 念佛眾生 涉及不捨 就是乃至你觀落日的話 你也是依依教奉行之固 所以佛讓我會加持 佛力就是佛思義 而這個落日觀 本身這個落日 它是佛對不對 有加持力 因為它讓你 讓你心的慢慢很沉疾 慢慢定下來 不會叛臨六成境界是這樣 而且又佛力加持事故是這樣 所以能夠慢慢的能夠 讓我們成就定徽的功德是這樣 我們看到第四頁 回到講表第四頁 看到禁武大義 這第一部分 我們把前面幾次經理講過 禁武大義 為什麼要講這禁武大義呢 以後呢 我們都沒時間 這是現實 我們要對 我們瞭解到 你要學這個禁武武軍輿論 我們關心 瞭解到 禁武大義瞭解一下就好了 有時候你怎麼看那 你不可能全部 從第一看到第一歐 有時候大義是什麼呢 瞭解一下 是這樣 禁武大義是幫助我們 互習一下 對不對 概念 它是什麼呢 這裡面分成五部分 是第一個 收集數部經 發起音言 第一個發起什麼意思呢 就是 就是悲戌 就是發起這部經的音言 佛陀 為什麼佛陀要說這 為什麼佛陀要說 這個法門 外想念的法門 就是 發起 就是 讓佛陀講說 這部經的音言 這樣 這裡面呢 我們看下面 這一行 以阿瑟四王 一起一念一下 以阿瑟四王 阿瑟四王 求母 撒利 日式 為言 使令 韋提西夫人 生起怨心之心 阿瑟四王 以後我們稍微簡單 就是說 他是摩羯托國王的國王 他還沒做國王以前 他跟什麼 提伯達多是好朋友 他就受了那個 就是 隨身 提伯達多的教授 怎麼講 提伯達多跟他講 你做心丸 我做心佛 我做心佛 你做心丸 好了 我殺了釋迦摩尼佛 我做心佛 那你就殺了 你的父親 你就殺了心丸 就這樣 裡面還有很多故事裡面 因為他講到 因為阿瑟四王 他被他父親 曾經 等一下我們到 進步再講了 大家了解一下 就是說他 聽了 因為隨順 提伯達多的教授之下 把他父親囚禁起來了 囚禁起來 囚禁起來 囚禁 這殺母什麼意思呢 囚禁三十年 都不給吃喝 要讓他吼二十 關了什麼 三個禮拜就死去了 對不對 三個禮拜都不吃不喝 你看 三個禮拜就死去了 是這樣 殺母的意思在這裡 求母什麼意思呢 因為母親啊 跟父親是夫妻嘛 所以偷偷的 帶著什麼 飲食器 他都偷偷帶著飲食器 來給他 這個他的 父親 提伯達多 給他 拼伯說到網 拼伯說到網吃東西 是這樣 讓他在 最後呢 被誰 被阿瑟四王換去 奇怪 他父親怎麼呢 人家那個 那個義主來說 哇他父親 都沒有什麼 都沒有什麼 都不會餓 原來是 這個 他的母親 韋迪西夫人 偷偷的 提供飲食 給 貧婆說到網 所以這樣呢 這個阿瑟四王就很生氣 就把他母親囚禁起來了 是這樣 殺母囚禁是這件事 殺母囚禁是這樣 殺母囚禁是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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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殺母囚禁是無利罪啊 這無利罪 殺母囚禁是 而且 把母親囚禁起來 對不對 大不肖 殺母囚禁就是那種 是 武力不道 大力不道的事情 唯言是這樣 那這裡面是 重點是韋迪西夫 為什麼 韋迪西夫會生起怨心之心 因為 你像母親啊 王后呢 對不對 是一生在這 龍皇婦貴之中 突然被兒子 把他囚禁起來 你看被兒子 沒辦法自由啊 你看 對不對 沒辦法自由 所以內心感到 那種 心裡覺得 真是無常 一生想說 龍皇婦貴 突然被囚禁起來 被他沒辦法 囚禁起來 這時候 沒有自由嘛 就這樣 遇到感到兒子 不離不下 所以才升起什麼 這艾西夫 艾里說佛 心求極樂心 他為什麼呢 他這時候 他這時候 在禁聞裡面 他講到 他說 因為對兒子 被他囚禁 所以感到 跟佛羅講說 他說 我現在能夠升到無憂老處 像這個世界 他不知道這些 不行 他怎樣講 因為我將來 不禁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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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裡面的禁忽就這樣 不禁惡人 這個時候 太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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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他傷心了 因為他也感到 他的先生 拼搏縮人 被他兒子 餓死掉 然後囚禁死掉 而且又怕他囚禁起來 所以內心人 內心人悲傷痛苦 所以 所以他希望佛陀 讓他能夠往生到 無憂老處 無憂愁困惡地彎 希望不要見到惡人 惡境界 是這樣 所以艾西夫有這個意思 所以那些是故事 那些典故是這麼來的 所以才是 所以因為 唯禁惡人 有生起這種心的時候 觸動 釋迦牧講說 如果成就 如果修學 觀想念魔道 反正是這樣來 所以這部經理發行就是 唯禁惡人 那種生起怨心之心 而為陰言 為陰 他觸動那個佛陀 講不知不知不知 之不知的陰言 是這樣 因為 是這樣 那大家留個 一個 一個開始是這樣 那這裡面 其實那時候佛陀 那時候視線 他怎樣 把十萬世界 就像 我們看到光明 把十萬世界的國土 視線給他 韋提西夫人看 就像我們的螢幕 就像我們VCD一樣 顯現各個十萬世界 然後這時候韋提西夫人看到 只有極樂世界 對他比較契機 就跟佛陀說 我要往生到極樂世界 就這樣也是這個典故 這話題 第二個呢 我們看第二個音 第二個 進五代第一個 第二個 第二個 一起練好了 假惡一起練 修此禁煉三福 宜成晚生之機 這段 第二部禁煉三五 我們了解一下 什麼禁煉三五呢 請大家看到 今天的護表第四頁 進階三五 就是根據這部經的 我們看一下 第四頁 道史第四行 一起練 一生彼國者 一生彼國者 當修三五 一則 效仰父母 奉世世長 持心不殺 修食善業 二者 受食三規 聚足 眾戒 不放威夷 三者 發福利心 身信因果 獨眾大聖 勸進行者 如此 三世 名為敬業 這個 第一個 相皇父母 是因為 這個佛陀講相皇父母 是因為 這個 阿斯斯丸 殺父求母之士 所以第一個 相皇父母 也是有原因的 是這樣 因為在發起序 這個悲序裡面 這個 阿斯斯丸 這個 佛陀就講 第二 要行者 做 相皇父母 是這樣的意思 在這裡 所以和發起序有關係的 是這樣 那在裡面 這個下面我們到時候再講 這就是 皇屋業 第三個呢 第二個 受食三規 五聚眾罪 這屬於二聖業 那就是說 了解一下 那天這樣就好 第三個 發福利心 我想發福利心 這個什麼發福利心 這福利心 發起 就是 成佛的心 這成佛的心 簡單講 普利心的 這普利心裡面呢 這根據我們 進入的角度來看 一般有三種 以前也講過 第一個什麼 根據偶義大師說 什麼發福利心 你那身心切之就是發福利心的意思 如果根據那個 那個 善導師的意思 你那念什麼 就是你要 同身 就是你 我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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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極樂世界 我只要成就無聲換人的話 就回路受福 多有形 也是發福利心的意思 這是 更善導師的意思 第四位大師 是 他人大師 只要他像發福利心 驗 祝佛的心 驗 色受一切眾生 往生極樂世界 的心 就是 發福利心的意思 就是意思呢 要跟一切眾生 同生極樂 共尊普體的意思 就是發福利心 他人世的這個意思 那這點 我們現在看 看看看第五頁一下 看第五頁 發福利心的意思 發福利心怎麼講呢 這普利心裡面呢 他具有什麼 處理心的含義 不是普利心 還有處理心的含義 看一下今天的物表 第五頁 一共五行一起念一下 一正為生死 一正為生死 別無他數 虛是三界無微是苦 現在生心便是苦去 不知苦過重造苦因 今以四大觀生 遜觀心 了知無我我所 只言彌佛 往受淪為 深深常跪 能求解脫 此其真實未生死心 而又了知 心佛眾生 相無差別 諸佛遺悟 眾生善明 我今既知此理 是以眾生同正正覺 此其正正大不離心 是這樣 這裡面就是 這個不離心這裡含有什麼 含有這個處理心 還有不是只有不離心 還有處理心的含義 那這裡面稍微了解一下 一正為生死 就是說你內心 這個正為是說你 是因為你透過文師的訓習 你也提 就是你了解 流轉生死骨 也了解了精神的八骨 內心發起 內心發起那個想要處理生死的心 這就是你真正 你要內心真實的 體會到流轉生死骨 體會到精神的八骨 從內心發起真實的 真實的處理心 這意思 這個意思 這個意思是 別武 別武決定 別武決定什麼 沒有其他方法的 宿舊方法 決定這個體 別武就是決定沒有其他方法的 所以你內心要喝起真實的處理心的話 決定沒有其他方法 必須想 是就是你要認識 就是透過文師的訓習 三界無謂是苦 三界無謂是苦 意思是那樣 為什麼要苦 因為無常苦苦 無常之苦 我們聽到這個苦就是 因為一切都業力 三界的正暴 依暴都什麼 業力所感的境界 都業力所感的境界 你看那個講到 你看那個 在這個法華經常 三界無安 有如佛宅 眾苦充滿 慎苦不畏 是這個意思 三界 雖然無色界 他有行苦 雖然沒有苦苦 壞苦 但有行苦 你像那個佛陀 釋迦摩尼佛 還沒成佛的時候 他曾經跟一個外道 芋頭佛蘭 這個行責 這個一行責是成就什麼 那個飛翔飛翔天的那個境界 就是社界最高的境界 飛翔飛翔天 但是呢 他在想 就是說你 你受到這個 你就是你在外 你這八萬劫後 這八萬大劫後怎樣 多樂塔出神道 為什麼 這個義陀佛蘭 在修學這個飛翔定的時候 曾經在水池這邊 修持 修定的時候 看到雨 你看 那魚跳樓跳去 吵到他的內心的那個 修定的功夫 這時候他才發一個惡事 他說我以後 成就到月的時候 我要把你這些魚殺掉 有一天 他又到在樹林間裡 修禪定的時候 鳥類飛來飛去 那個雜叫聲 那個雜叫聲 吵到他在修定了 這時候要起個惡念 以後我成道的時候 我就把你這些鳥類殺掉 所以我這個惡事 這個種子 因為起個念頭 就修理在第八四 所以在這個第八四 所以他 他確實要成就那個 飛翔飛翔定的功夫的時候 但是你這個 但是你這個 你當你 受用國報驚討 還要到 到 到這個出生道 飛翔變成一飛翔 這飛翔中 你吃什麼 那個鳥還吃什麼 吃 那個水池變成魚 就這樣 就這個意思在這裡 三界是無謂事苦 是這樣 這個意思在這裡 這個 無謂事苦 這個要提到 因為一切都是業力所感的境界 我們怎麼要體悦到呢 為什麼 他什麼 現在身心變成苦聚 什麼叫苦聚 生己 三界苦的原因 就是我們這個身心 這把老身心怎麼講 我說一切都業力所感 今天我們生老病死 都寫在這裡結定了 業力在結定的 今天業力讓你健康就健康 業力讓你生病就生病 就這樣 就是這樣無常 因為為什麼苦因呢 為什麼真的苦 因為業力是結定的 這個乃至你 我們說 我們說苦苦快苦 苦苦沒有要說 就生老病死苦苦 對不對 那個什麼 什麼叫 什麼快苦 樂壽 樂壽啦 這個享受無一之樂 樂壽對不對 但是呢 這個善兒 善兒老師怎麼講 任無千萬快樂 無常終生到來 眾晚流 享受無一之樂 哇 怎麼都一防風順 但是呢 無常終生到來 業力在結定裡 你的死就死掉了 雖然是表面是快樂 但是那個快樂 一死而已啊 不是暫時性的 因為它是無常終生到來 是這樣 所以熱壽啊 必然是壞苦 是這樣 那體會到 你也想說那種 你像這種無一 那不是真實的快樂 那是短暫的快樂而已啊 是這樣 無一之樂而已啊 而且呢 無心中呢 增長了 他離心 為什麼 你相看 你吃飯的時候 你祈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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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糟心的時候 就不能去第一巴士了 乃是對這個 五一六神奇 是愛糟心 都是 就是說那個有肉種子 非常深重 是這樣 我剛才講是這麼講 你要這樣體會到 怎麼說因為無量皆來啊 我們第一巴士就行常 無量無邊的這個 煩惱罪的種子是這樣 要體會生死苦 就這樣啊 為什麼 你要強強的這個 無謂是苦 因為 因為種子是現形 什麼現形 表現在生苦義的行為 因為無量劫來 我們就這個 因為這個第八四啊 並肩我們國報 正報的身心 因為報的境界 都是第八四所變形出來的 那會變成是因為過去造業來 因為業力 在第八四變成一個種子 這樣啊 你要想思維無量皆來就這樣 我們思維呢 過激生啊 跟親人死悲啊 跟親人生理死悲的一類 就像太平洋的海水一樣 對不對 乃至我們說呢 你要我跟我們呢 死後呢 無量皆來啊 死後一流下來那個白骨頭 可以推就這樣 異山那麼高了 就這樣 思維就是我們這第八四 含常成無量無邊的那個 有肉的種子 這個種子讓我們非常深厚 讓我們不斷的扭轉生死之間而已 所以這樣讓你 就扭轉生死之間 頭出頭末是這樣 三界無謂事故 身心變成苦境 為什麼 因為你身心悲難 他沒這樣 就是說因為你 不知道什麼 業力所感的境界 業力所感 所以怎樣 起負造業 為什麼會起煩惱 起見事負 你也不知道業力所感啊 你這麼好身就是業力所感的境界 你不曉得 所以你起負造業 你不知道無我啊 不知道業力所感 它是無常的 甚至無常 所以你 然後每年起負以後是真實的 就是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你本身第六四 第六四跟什麼 第七四 第七四有什麼 我知 我見 我慢外之故 所以才起負造業是這樣 所以在裡面不知苦固 為什麼 你不知就是知 就是你沒有關照般樂 你沒有關照 沒有關照般樂 說不知苦固 所以你沒有關照般樂 說被這個 這個 你也這個 你比如說好了 從造苦因是這樣 為什麼 比如說好了 我剛才講過了 我們這個身心啊 難免會什麼 有生老病失苦 你 哇 你對 比如說有人 現在有人講說 啊 應該 比如說我們都難免會生病的 對不對 有時候你去啊 用 你都是什麼 做什麼運動好 或是吃什麼 做什麼酵素 做什麼營養品 但是這樣 治標沒有治本 就這樣 為什麼你要了解 因 今天我們 所遇到逆境界 乃是生病都什麼 是過期的夜因所造感來的 你看 你怎麼樣對峙 要怎樣 那個這樣 修穿基德 都拜佛求唱肥 比如說好了 這個 流利網媚世家族的故事 大家有聽過吧 流利網媚世家族的故事 流利網對不對 你看那個是 那是真實的故事 但是意思在講呢 佛頭講這個故事 要讓我們提醒我們 要這樣 你要 就是你要怎麼 還治黃泛越南 就是湖裡重新化 這樣 就要 這個流利網還沒出兵 沒虛假惹事 人家這樣 拜佛求唱肥 都拜求唱肥 他用黃泛越南 不是說等病苦的時候 看醫生也沒用 沒用 沒用了 太慢了 就你要平常要準備好了 就這樣 那不知古故 就是你不知道這個 一切都是我們的境界 逆境界 這苦裡面還有不是 這苦裡面還有 老病思苦 這些都是我們 業力所感的境界 所以重造苦因 你還起貨造業 你不知道它是業力所感 平常要準備好了 什麼準備好 要體會到 第一個 你覺得業力所感的境界 第二個你看 要都拜我求唱肥 是這樣 他能夠免除這些 這些 起貨造業 一定這樣 因為我們剛才講過 第六世的因子 第六世他跟什麼 第七世莫拉世 我吃我見我慢我愛 你看就這樣 因為你有沒有觀照波羅之後 隨時什麼 煩惱習氣的 就這樣造業是這樣 起貨造業 重造苦因就是 因為苦因是不是 起貨造業之故 重造造 因為你不知道 我們今天有苦 這個老病思苦 是過去造的 所以今天又起貨造業了 無量解就這樣 起貨造業 起貨造業 夜人就造我們果報 又起貨造業 又起貨造業 不斷的起貨造業 是這樣來的 是這樣來的 重造苦因就是這個意思 意思呢 不斷的什麼 起貨造業 不斷的又重複的 又造作起貨造業 苦因是起貨造業的因 所謂基地也 因為我們知道 苦即滅到 苦是苦果 極地是什麼 因 世界的因果就是 極地 極焉苦 苦地是苦果 極地是因 是起貨造業的因 是這樣 所以你要怎麼對之 就要求什麼 拜佛 就信念之明 是這樣 你要體會生死 就是藉由這個 藉由這個 藉由這個道地 我們這樣 絕對這個生死苦的體會到 就像以前講過 這個佛陀就跟我們講 以前八世 八大人經怎麼講 以前八世 開導一切 令諸眾生 絕生死苦 對不對 舍離無意 修運生道 就這樣 修運生道就是什麼 道地滅地 就是這樣 這個修運生道就是什麼 就是修持淨土法門 就是這樣慢慢 但是你要提前要講 體會到 生死會長生苦 夜裡所感的境界 這個體會 你才能夠舍離無欲 是這樣 這裡面講 接著看看 既你四大觀生 五陰 既你四大觀生 四陰觀星 怎麼講呢 四大觀星 我們這個色生死 是地水逢合成的 地就是一骨頭肌肉 水是什麼 液體就是血液 火是什麼 帶溫度 體溫一樣 風就是裡面呼吸氣體一樣 是簡單講一下 我們這個色生死 假見四大合成 就是他虛妄不死的 為什麼 你想想看 小時候的色生 和現在是一樣不一樣 不一樣 對不對 就這樣 體會到無常 世音觀星 我們這個受想形式 它是無常的 因為無常 它是無我無我所 怎麼意思呢 比如說 我們這個受想形式 好了 感受好了 比如說我們今天吃飯的時候 中午吃飯的時候 我吃到酸辣湯又酸又辣 我內心感受到了 我內心感受到了 那吃飽完了 怎麼樣 對酸辣湯感受到怎麼樣 慢慢淡薄 那就消失掉了 心就無常就是這樣 那這個無常就是目的 對著我們內心的執著 破除愛意之心 所以世音觀星 我們這個受想形式 都是無常的 所以它因為無常才知道 才了知 無我無我所 無我 無我 無我是橫常柱的意思 常意足短的意思 無我無所 沒有真實性 沒有真實的 不真實性 因為它心都無常 就是這樣 心是無常的 師大這個色身也是無常的 因為你看 我們撒那生撒那 譬如說好了 譬如說你今天好了 拜一步 阿彌陀佛 你拜一步大悲燦好了 這個身心會變化 對不對 你吸取第八四嘛 這個身心 因為身這個第八四變現火爆 對不對 但你拜一步八十八佛 拜一步大悲燦 就說虛擬電八四 這個善火又變現了 有不少的狗爆出來 讓你身心又變化 這意思呢 相由心生 進水心轉 心又變化 是這樣 就是你在不讓你羞恥善火 你的四大色身 這個無印的身心 都會變化的是這樣 你善火的羞恥這樣 雖然有陰臉狗爆 但是陰臉狗爆隨便 你羞恥善火而改變的是這樣 無我無我所 沒有真實性的是這樣 因為只因為迷負 也就是因為啦 因為怎樣 迷就是不明是禮 誰要不明是禮 不是業力所感 唯心所見 迷負什麼 就起負造業了 因為你不明 因為不明是禮 又起負造業了 所以往受輪迴 白白的 就是白白的 照顧說這些輪迴痛苦 是這樣 是這個意思 這裡面呢 我們稍微講一下 稍微講一個 稍微講一個 一個故事 這個金上 金論上有這麼記載 有兩位兄弟 這兩位兄弟 是出家的比丘 出家的比丘 哥哥呢 用功修行 努力修行 終究成就 窩亂的狗暴 而且他就有神通 就三明 六通的歐羅漢 弟弟呢 也是喜歡 都是比丘啊 出家人 好藥活法 研究也是為人講解 弘揚活法 也是很殊勝的 確實很殊勝 弘揚活法 但是哥哥有一天 錄定的時候 哥哥有神通 錄定的時候 看 他知道他弟弟的情況了 他就跟他弟弟講 你不要一直為人說法啦 要把心收回來 好好的修行什麼 試煉出觀 要練食物場 要了通 因為今天你出家目的 了通生死 還要修行止觀 就是試煉出觀 還了通生死 因為這個歐羅漢 因為這個歐羅漢 錄定 他聖人啊 不是隨便說的 但是呢 弟弟 他不是不明白 他哥哥說的 說的這段話的道理啊 但是呢 好像說好像沒有聽見一樣 繼續的研究佛法 繼續為人說法 結果呢 不久 我就看 我們說 萬般待不去 唯有夜隨身 對不對 萬般待不去 這是確實 就是 讓你 那個夜歷來 夜歷來 讓你生 罹患重病的應 就來了 那哥哥弟弟 生重病了 生重病 罹患重病了 夜歷應了就來了 無常就這樣 你看 結果呢 他弟弟感覺到不得了了 這時候想到 突然想起 突然想起 哎呀 當時我哥哥說的話是其實對的 我應該好好修學佛法 就這樣 心沒有把心收回來 這故啦 是這樣 說的話對的 重病了 你看這個重病的話 就是那個想要修學佛法 就是那個想要修學佛法 人家說 心有餘啊 合理不足 就是重病太那個 讓人家沒辦法 修行了 是這樣 結果就死去了 那哥哥呢 就入地一看 看到他弟弟到哪裡去 他弟弟 頭在那裡 信佛的家庭裡面 信佛的家庭裡面 可能是因為他出家 有這個善根 頭在信佛的家裡面 在他一兩歲的時候 這個信佛的家庭裡面 到試驗 到想到試驗走一走 試驗都在山中裡面 剛好呢 這個 那個走的時候 那個有階梯啊 那山中那個 可不是好像路很好 就是有階梯 可能那個路也不好走 剛好他父親 父母親的 那個 勤了一個保姆 這保姆呢 就抱著這個 一兩歲的嬰兒 就是他弟弟 他在地裡頭生 他頭生 頭生的弟弟 抱著這個 剛好 可能走不小心 滑倒了 這個保姆不小心 因為抱著這個 結果呢 掉到地面去了 地面去了 這個頭破血流 這個頭破血流 掉到地面 頭破血流 就摔死掉了 但是呢 這個哥哥呢 又用路定看 路定看 欸 因為他臨終的時候 頭破血流 很痛 痛到喔 起撐撐心了 孩子小孩子一兩歲 大哭一場 很撐心很 騎人大的撐心 就下地獄去了 就這樣 下地獄去了 這時候呢 怎麼辦 他哥哥無可奈何 是這樣 沒辦法 所以這也是 沒辦法 就只有在地獄裡面 受苦而已 所以這裡面就這樣 雖然 你像一個出家人 你看 那如果我們一樣 你雖然在 你都一樣 你要這樣 他體會什麼 生死苦 就是你要了解 一切都業力所感的境界 這是無常的 因為無常那 結局我們老病之苦 就是你要體會無常 因為無常才知道我 我是這樣 所以你要知道為什麼 你不知道 因為你 因為我們對這個生死苦 我們有深深的體會 所以佛陀在佛儀 八大年間就是這樣 以前巴士 開導於切中的 令諸什麼 絕生死苦 你要對這個生死苦 有深深的體會 乃是誤解到 你知道這樣 舍離無益 修學佛法 你沒有體會生死苦 很難舍離無益的 對這個六成境界 人家舍掉很難的 想要修學佛法 更難是這樣 所以這裡面說 管塑 白白塑的輪迴是這樣 迷負 不是一件事 齊負造業的 往白白塑的這個 輪运生死之苦 所以你要 說要怎樣 佛羅 這裡面呢 這個 偉大塑 要生死也 你要怎樣 你讓你體會到 這個生死苦這樣 深深的殘胃心 這個殘胃心就是 蟲蟲 就是修死心 蟲就是蟲蟲全山的意思 潰擂 是青雞包惡的意思 極求卸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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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真實為生死心 就是你要 身體殘胃心 不能再 流轉生死了 是這樣 極求卸透 真實為生死心 就是你那些 生死苦 體會生死苦 是這樣 第二個 在花福律心來講 極求卸透 心佛眾生 尚有差別 諸佛亦有眾生 為善明 這心佛眾生的意思 我們是 我們知道 我們心是 我們這念心 心前一念心心 佛 眾生 都沒有前面 我們本身 我們仿佛的心 這心的體性 也是 知心彌陀 佛呢 他也是知心彌陀 我們的心是怎樣 是啊 我們本身 每個都 心性的體 也是知心彌陀 這佛呢 是以 開悟的眾生 眾生什麼 還沒開悟的佛 是這樣 善悟差別是因為 他的體性是一樣的 這是知心彌陀 我們現前一念心 是佛 他的體性也是知心彌陀 雖然沒有開悟的佛 也是知心彌陀 沒有差別性的 是這樣 諸佛一悟了 眾生還善明 是這樣 他是 你開悟的眾生 眾生是 還在彌陀的佛 是這樣 我經濟之理 是以眾生同正之理 就是你要 就說你體會的 這裡面體會到 確實我們是多佛性的人 所以今天 我要 體會這個 心佛眾生 你要體會到 我們跟佛 跟阿彌陀佛 釋迦阿彌陀佛 是同樣有佛性的人 只是我們還開悟 所以一定要 要 世紀的眾生 什麼意思 和一切眾生 同生極樂 共生佛離意識 意思 你要和一切眾生 和我 如母都有情 像我們 我們都有父母親 也兄弟姐妹 也有 必須說你 也有兒女 有女兒 孩子們也希望 像我的 我的見識們也是 大家一起 共同 我生極樂世界 同時 成就 呼喪普體這樣 就是這個意思 實際大臣普體心也是這樣 一直來自 好 我們再繼續看一下 這裡把這個 這個 這個紀念三五上講過了 大概 就紀念三五這個三 就是 花伯離心 身心果 再次我們回到這 剛才那個 護表 第四頁一下 第四頁這邊 這個 花伯離心 身心心果 獨共同道 欠經一致 這個獨送大聖 是 這個獨共同道是 約智利來講 欠經一致 什麼 就是約利他 這欠就是欠勉 欠勉 還沒學佛的人 來欠勉他們來修寫佛法 第二個 欠勉已經 已經達到後門人 勉勵他們 精進的修行是這樣 所以欠經一致 意義他來講是這樣 那簡單證明 把它簡單 這個了解一下就好了 這個身心果 這個身心果 所謂 所謂虛心做我 虛心是我的意思 好 我記得把這個 經驗上有講過 要不要再看十六觀法 這十六觀法裡面 看一下 這十六觀法分成兩部分 第一個是 脫進修觀 名前理已稱四 怎麼講呢 這脫進修觀 這脫就是依托 仰賴這個進階 來修持四 這個修觀就是四修 這個修觀就是四修啊 因為 有人修了我 所修了這個法門 就脫進 藉由這個進階 這個進 這個脫進階 也是 藉由這個 經文所說的進階 譬如說落日觀 我藉由落日觀 藉由這個 藉由所說的這個落日的情形 來修持什麼 修落日觀是這樣 這個進就是藉由這個經文的情形 來修持落日觀 指名說明了 禮前禮成四 禮這個禮 是正如禮啊 禮一成四 禮一成四 也什麼 不便所言來講 不便所言 我依 我依一體其用 我依一體其用 來修持什麼 修持這個 就是落日觀 水觀 閉觀 這樣 我們看一下 看到今天的護表 第六頁 第六頁 落日觀講過了 我們第六頁看一下 第六頁 第六頁 第一二行 前兩大聖子觀 第一行第二行 一起唸一下 大家好 因房屋所想 無非攀也名利 其貪真知 若不能六十行道則 以政客外 修假想觀 可除妄想 這是地行大師的開示的法語 他講到說 因為我們眾生 難免因為為什麼 我剛講過 因為第六頁的根是什麼 第七式 第七式就是我吃我見我賣 我吃我見我慢無愛的煩惱 都難免生起來 都會攀也 難免都會 這個內心 就是有心言意 就是這樣 攀也名利 因為你就起貪真知 就這樣 說如果不能六十 這意思是 你沒辦法二六時鐘 就沒辦法二十四小時 修學不好的話 以政客外怎樣 就是你出早課 往課外 修假想觀 意思假想觀 意思可除妄想 這假想觀的意思 意思就是說 平常我們吃飯的時候 或是跟人家 反正有時間 觀想 比如說極樂世界的 意義抱撞也好 正抱撞也好 它這假想觀是 不是說在觀想 不是說 不是觀多日觀 它意思是怎樣 比如說好了 我們這 你可以 就是你可以想想 極樂世界它是連話發生的 對不對 沒有生腦病事故 就是想一想 極樂世界它那個 比如說我們吃飯的時候 極樂世界 你想到 我在想吃飯的時候 飯座也來了 椅子也來了 白味的飲食都來了 但是 你眼見色 見這個白味的飲食 鼻子聞到那個香味的時候 第六四 轉個鏈頭吃飽了 這個是觀想 這是想法 對不對 就是這樣 你用這個 對著我們 妄想心這樣 意思 這個就是那個 第一線它的意思 你 就是這樣 身心柔軟 無所畏著 對不對 但是這個要記起來 是這樣 因為你要 這個 它裡面你說 身心柔軟 什麼 消異障政務費 無所畏著 不申請愛糟心 就是意思是怎樣 無所畏著 不是愛 為什麼 就是那個 這個殊勝的五成境界 隱身 有一種 做佛事 讓你 讓我們有一種 成就聖道的力量 不可思議 就是講這個加強觀就是意思 這個意思在這裡 所以你這個 平常要思維一下 就是說 為什麼要訓練我們這裡 就是目的 要轉世層次的意思 除了你 就讓你第六四 因為第六四常常想東想西 對不對 藉由這個加強觀 這個意思 也這個 這個含義 接著我們看一下 偷進修觀 這裡面呢 我們稍微講一下就好了 總標 從日觀 這個大家 讓大家看一下 這個從日觀 這個 因為我們不要解釋 這個 我們看理性 這個一理性 具專員怎麼意思呢 不變所有的意思 就是 這些怎麼講呢 專員 這些十六觀的境界 其實 我先講一下 我們看一下 這裡面分的五部分 對不對 總標對不對 一報正報 普關對不對 還有官往生怎麼看到 框框的字 第十四觀 十五觀十六觀 不是在觀想 你知道嗎 它是說明什麼 往生極樂是一個陰與果 知道嗎 不再講觀想 沒有關係觀想的 以後我們還會談到 還會講那些 它是讓你了解陰與果 陰 往生的陰 往生的果報 是不一樣的 下面都會講 因為像我們說先講 往生什麼 義大方什麼 大生根基的 伴侮眾生 義就是義 就是義 它根基 小是小生的根基的行者 義二什麼 是造作惡業的行者 他說乃至下明明是叫做 無力是惡的眾生 對不對 是這樣 往生只是意識在這裡 瞭解它是往生到極樂世界 那些前因後果是這樣 主要在觀察這三觀這樣 總標是第一個日觀 肉日觀是這樣 那這裡面呢 我先講一下好了 這個我聽我們這個倡物書講的 一般黃屋 最多要地觀 水觀而已 肉日觀 水觀冰觀 地觀 不要大地觀 譬如說 因為在十六觀裡面講 留理為地 最多觀留理為地就好了 不要觀太祥 你也我們心裡 這會什麼 這境界太維繫了 太維繫了 我們的心得很粗啊 這間觀 肉日觀 水觀冰觀 大概這樣啊 還是要那個 蓮花的開盒 蓮花開和盒就好了 很簡單 就關這個 你關了這些喔 那是為什麼呢 我們 比如說水文 水文觀 就是你要 就是這樣呢 我主要也是以肉日觀 水觀為主 和那個 剛才講那個 蓮花開和這樣 其他是這樣 我是研究 我們是家想官 類似家想官一樣 比如說哪些 講到一些 七法妙術 那些 我們都要 也是要隨喜啊 對這佛的法 這樣 了解一下就好了 比如說要講到 這個七法妙術的時候 它從呢 從 那個 枝葉花果 這個花果 花果對不對 它果也幻術觀明 那果花的觀明呢 這樣 能夠變現什麼 無量的床蚊 無量的寶蓋 那寶蓋呢 能夠什麼 顯現什麼 這個寶蓋呢 就像一面季之一 能顯現 那個從寶蓋裡 看到 三世界 不可思議啊 這是我們從文裡面 體會的 那這裡也是也要觀 這是我們的 你體會部分 就是也是假想觀 所以我們 你對文更清楚 更了解 你這時候 你想想看 這個法寶 具有無量的功德所用 上次我們不是講過嗎 那個 若然一咬之 三世一切佛 因光法皆一切佛 這句話 就能讓那個 一位 要受第一的果報 就 免除第一之苦了 那我們在觀想 在想這個 華裔的時候 華裔的時候 這個法也是有 就像那個 那句話 華靶的力量 讓我們 能夠得到的 殊勝利益是這樣 所以你不要想看 所以 雖然我們讀這個 雖然這些 很細 但是我們從 若日觀 水觀就好了 是這樣 以觀想這樣 其他隨喜 就是有時候 你對文 不要記得 你就有時候 記一下 剛才說 那個 那個 花果 那個果 化出無量官民 對不對 背些 思維一下就好了 接著我們看一下 看一下 看再看 就其實這個 這個 我們記 我們看一下 這個 倒數第一行 第六行 倒數第一行 這一行 一起唸一下 問 極觀為理性 何得由此專言 答 依依專言 侵依理理性 依依理性 記主專言 凡事諸佛就盡依國 若極觀不具聖妙五成 亦拼真法性 這裡面就講 如果說極觀 這個極觀是指 那個長期觀界 是佛的境界 都只有理性 就說只有空心而已 他記者呢 真空 真空境界 沒有記 你只有空心 沒有妙友的境界 只有真空沒有妙友 意思 只有真空沒有妙友 那怎麼 何得由此專言 怎麼有這個專言 他這裡面解釋了 依專言 這個妙友的境界 因為這個專言就是 依正專言 每一個專言界都是當下 前頂儀性 都是理性 正如日性 都是正如日性 依專言 依什麼 所以不用再講 其實你這怎麼講 是所謂 氣氣皆經的意思 氣氣皆經 我們說 依經作氣 氣氣皆經的意思 然後第七頁呢 依理性 就是依經作氣的意思 依 就是依理性 這個每一個 就是依理 每一個正如日都具什麼 專言 意思 這個 也不便傳言 依經作氣的意思 依經作氣的意思 凡是自我就是 意思 雖然理性 正如日還是具有什麼 真空妙友的境界 專言就是 也有 是諸佛究竟的依國 諸佛究竟的 他所依止的國報 畢竟呢 他成就這個 這個依照依正專言 是本來 技術 我們說專言是 他妙友的境界 所以他說 如果極觀 不具身妙友的境界 何以偏真法性 就假如說 這個佛的境界 這個長期觀淨土 他不具足的這個 聖妙友的友誠 和這個偏真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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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我空的境界 就像歐羅漢 他正在偏真內盤境界 和那個偏真法性 他偏真內盤 有什麼差別呢 就是說 所以意思說 這個佛羅漢是 不但具有真空的境界 還有具有妙的境界 這聖妙友誠就是什麼 專年境界 聖妙友誠就是 依報專年 這聖妙友誠就是這樣 這個聖妙友誠就是這樣 以妙的境界來說 是這個 所以意思說 這個極的世界 這個長期觀淨界 具有真空 不但有真空 而且妙友是這樣 好 時間關係 我們暫時來 要學習到這邊 好 那我們就回向了 一起練 願你此功德 專年佛淨圖 聖佛四宗恩 夏季三屠谷 若有敬文則 西娃捕離心 敬此一報生 同生極樂國